这是一个人才辈出 群雄并起的武林事件 想做大侠 却不是依靠 舞蹈弄枪一流 拳脚功夫过硬 和谐社会 当今武林流行的是 科举志 曾经有一名武尊 在高手如云的混乱江湖中 登上了武林至尊的宝座 后来不知为何神秘失踪 只留下了一枚珍贵的大环丹 能让人增长数百倍功力 一时间江湖人士纷至踏来 都想争夺大环丹 成为下一个备受瞩目的人 争斗就此开始 一座山林野外 江湖道娘百里雪燕千里奔袭 她首先凭借高超轻功 获得了大环丹的宝盒 正在暗自欣喜之时 一把宝剑拦截而来 深入地面几寸 没想到竟然有人能追上她 即使道娘轻功天下无双 但山人自有妙计 毕竟在高超的轻功 也比不上滴滴马车 剑没有机会继续跑掉 百里雪燕露出了一副笑容 看看这是谁啊 玉龙剑的主人 大名鼎鼎的玉龙门 黑凤雷门主 看着面前转移话题的女人 黑凤雷不愿多言 自古正邪不两立 何况涉及利益更不能手软 名人不说暗话 她正是为了大环丹而来 识相的话赶快交出来 免得刀剑无眼 死伤不论 到手的鸭子怎么可能放跑 自制不敌黑凤雷 但也不愿双手奉上 这来之不易的宝贝 百里雪燕心生一剂 开始搔手梦姿 展现自己的魅力 试图通过美色来诱惑放她一马 这位门主也是狠人 虽然心中动心不已 但也明白 孰轻孰重 强忍住自己的悸动 快刀斩乱麻 蓄力使出了一记大招 一道闪电般的光芒闪过 见光贯穿了对方的身体 美女缓缓倒下 就如此香消玉语 还嘴硬这姿色 根本动摇不了 其实已经流出了鼻血 看样子也很是激动 既然拿到了大环丹 也是不虚此行 背后人影冷笑一声 现在下结论 未免太早了 黑凤雷面色巨变 怎么会有人知晓自己的行踪 骇然转过身去 面前是一副协议脸谱 莫非她就是传说中的幻术之魔 江湖人称笑面孙 诡异的血红色面具 尖利的獠牙 眼睛里黄色的圆圈 让人沉迷 黑凤雷根本就没有抵抗的能力 直接被幻术 拉进了最深的欲望 梦境里到娘百里血艳 卷土归来 这次她再也不能抵抗 沉沦在自己的梦境中 吐血三惊 气血上冲而亡 而笑面孙脸上挂着诡异的微笑 快步离开现场 这一下大环丹是她的了 刚没走出几步 就被另一个声音喝住 背后一个手中握剑的人拦住了她 她方才听到了二人的争夺 现在要效仿渔翁得力 抢夺大环丹 看笑面孙震惊之余 对方自爆家门 她正是地煞帮长老 江湖人称暗黑地狱使者 可惜笑面孙不是个有礼貌的人 在对方没自我介绍完时 就发动了攻击 双手上下 翻飞不好迷幻阵法 身上玄妙气息喷不而出 使出她的杀手锏惊魂大法 要让对手惊绝人亡 可对手好似完全不受控制 还是静止向她攻来 身上宝剑出鞘 就要直取首级 这招式在她身上就像吹吹风 感受不到丝毫的存在 这是笑面孙难以置信的 她的幻术可以说是天下第一 就算是五尊本人也不敢轻视 而她为何毫无反应 这不科学 只能怪她没礼貌 不听完对方的自我介绍 她是江湖人称 黑暗地狱使者 而另一个别名是盲剑客 双目失明不见天日 在正愣的刹那 锋利的剑已经近在咫尺 笑面孙瞪大双眼 没想到自己的生命 会在这里结束 被如此轻易地干掉了 这是命数 一切都是命数 安息吧 送走了对手 盲剑客抢走了大环丹的宝盒 转身飞尸而去 留下一地尸骸 但正应了她方才的话 又是命运弄人 她双目失明 耳畔都是丰盛 完全忽视了自己身在马路中央 一辆大卡车飞驰而过 马车上的人躲闪不及 直接把她撞飞 留下一句嚣张的走路不长眼 扬长而去 而装着宝物的盒子 也在撞击中 脱手而出 掉落山下 顺着牙壁不断滚落 最终掉到了一个草鞋少年的脚边 爆炸头少年身上背着行军包 头上扎着红色头戴 正疑惑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诡异地从山上掉下来了 难道天上不仅会掉馅饼 还会掉盒子不成 他自小发下红愿 此后拜师学艺 向村中著名的飞刀门学习武功 托尼老师向他展示高超的 人体描边技术之后 他就深深地崇拜了他 托尼自称天下第一 学费贵一些也是自然 说着将手中的飞刀递到他手中 让他作为练习 来扎头顶的苹果 小仙户下定决心 一定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拿着飞刀蠢满志 忽然他灵机一动 这个飞刀太小了 打不中 不如换得大一点的 看着仙户手中 举着的巨型飞刀 托尼老师慌了神 赶紧让他等一下 但处处茅庐的孩子 没轻没重 一招就让年轻的师傅 魂归故里 享年不知多少岁 村里人都觉得他有点飙 没人再敢收他为徒了 小仙户只好自己独自练习 就算有人嘲笑 也不放弃 直到这一天 命运的齿轮开始了转动 有村民急匆匆来见村长 村里出了大事 村长叫他不要惊慌 乐观村一向以乐观著称 有什么需要大呼小叫的 原来是村里经济情况不好 今年已经买不起粮食种子了 如果没办法完成耕种 粮食会紧缺 饿死许多人 村长还想听之认之 叫大家乐观一点 要是这么乐观下去 村民就要回去开选举大会 显心的村长啊 他立刻变了脸色 拦住了小燕飞的村民 赶快把村民代表叫来 他有大事需要商议 变脸速度极快 很快村中聚一厅中就坐满了人 几位村民代表相顾无言 气氛非常凝重 既然村长叫大家过来 莫不是想出了应对之策吗 村长双眼闪烁着金光 没错 他当然想到了办法 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都在等他给一个答案 村长娓娓道来 当今乱世帮派众多 江湖争斗不休 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活 只有加入帮派才能得到保障 还能招商引资发展重大 难道村长是想让他们加入帮派吗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但由于想加入的人太多 现在各大帮派人数泛滥 为了裁员控制之初 帮派已经采取了科举制 他们这些村民 难道还为了村子的未来 参加考试不成 此言一出 几位村民代表脸色都是一变 红发大哥正是因为恐惧读书学习 才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偏僻小镇放牛 熊熊更是因为自小就笨 发誓不再碰书本 正所谓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其实村长不是让他们去考学 村子里还有一批年轻人 也是时候让他们做些什么了 乐观村内 线下集合了数名青年才俊 一声令下个人者顿 等待村长训话 村长轻轻嗓子对大家讲 现在乐观村因为极度贫穷而危在旦夕 需要村中有资质的青年考取帮派 成为一代大侠造福村里 听到村长的话 先户的眼睛里闪烁着梦想的光芒 另一旁的青年花无蟹 却想到了经费 这一点不用他们担心 虽然村子依旧贫困 再穷也为他们准备了盘缠 桌面上的两袋钱 是全村上下为他们筹集的资金 但由于资金有限 只够两个人的份 看样子是要他们五个人 竞争出有限的名额 也就是五选二的争夺 村长表示 这次比赛要贯彻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首先由他评选出一名保送者 剩下的一个名额就有比赛决定 在规定的四项工作内 谁先完成谁就获胜 而凭起见四位参赛者 要进行才艺展示 获得工作的优先选择权 几个人心中各有各的想法 有人想获得最简单的工作 有人则想获取自己最擅长的工作 而先户脑子里 只想着自己能否保送 接下来就到了宣布保送者的时候了 几人站成一排 激动地等待着 接下来叫到的名字 让大家意外的是 五个人中唯一的女生 慕念一被选中了 先户在一旁僵硬的鼓掌 显然是没有料到 不过事已至此 一旁的花无蟹也找到了理由 作为团队里唯一的女生 被保送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现实显然比她想象的更骨感 慕念一开心地比了个心 谢谢爹 村长也欣然回了一个爱心 原来只是由于明显的亲缘关系 花无蟹被雷到吐血 但时不我待 下面就要开始才艺展示了 一声令下 首先开始表演的是 黑猫猫不白 他向大家谦虚毅礼 随后伸出利爪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瞬间连发多招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众人看着残破不堪的台阶 都有点无语 他的意图很明确 明显就是在磨爪子吧 猫兄的收招确实有些帅 可明显没给大家多少震撼 下一位上场的青年 利益大无比 只见铁钉钉单手举起一块巨石 他的意图也很明确 对于石头的工作 势在必得 而接下来的这位 就是前面非常抢戏的 画很多的花无线 他的武功基础很好 通过吹笛 能控制落叶 持续性地打在树上 可以说做到飞花斋叶 皆可伤人 这花里胡哨 但非常美丽的招式 明显获得了 场上唯一女生的芳心 村长也震惊于 他内功的身后 这个青年不简单啊 而最后就轮到了仙护 他上场时 信心满满 给人一种 势在必得的气势 村长暗暗为他担心 他从小无父无母 不知他能够表现如何 而花无线也担心 这小子看着不起眼 但如此自信 也许真的是深藏不落呢 这时仙护信心满满 举手投足 势投很足 其手先打了几个手势 周围大家一阵震惊 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忍术吧 而仙护 却缓缓地翻起了花绳 一旁的花无泄气到吐血 除了这个仙护 唯一能展示的就是飞刀了 听到飞刀这两个字 村长赶紧让他算了 不出所料 排名过后 仙护排在最末 前三名都选择了 他们最擅长的工作 而仙护只能闻到最苦的工作 十份 望着开发区一整个山头 他原本还以为没有多少份 没想到整个山头都是马赛克 这座山究竟经历了什么 仙护暗暗给自己打气 为了梦想 他不具困难 弯下腰 努力干着手头的工作 这时就回到了最开始 盒子从山上落在仙护脚边 另一头 追寻大环丹的人没有放弃 通过气味和脚印 二人遵循着线索 推测出 捡走丹药的人并不会武功 此人嗅觉十分灵敏 这次不敢多闻 原因则是 这座山骑臭无比 山下的小屋中 仙护正看着盒子发呆 他多希望盒子里是一盒银跳 因为拿起来太轻了 肯定没有银子 天不随人愿 打开盒子他发现 只有臭烘烘的一团腐烂物质 先护沉没 先护冲出房门 一脚踢飞盒子 去死吧 世界上竟然有往盒子里拉屎的人 真是可恶 回到屋里 却见到地上落着一本书 是刚才不小心从盒子里掉出来的吗 他蹲下捡起 上面写着苍龙神功 看似是一本武功秘籍 看到封面上别的武尊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秘籍吗 另一边的花无蟹效率极高 他轻轻吹动笛子 树上的树枝就一个个被打落 地上满满灯灯都是落下的柴火 只需要一天半的时间就能完成了 闲来无事 慕念一来找他聊聊天 很明显是心中有他 花无蟹看出他有心事 贴心地询问 没想到自己的心思被发现了 慕念一一愣 随即猛然扑到男生怀中 力气还很大 可男生还是温柔地关心着他 是不是有人欺负他了 这倒不是 只是女孩想把名额留给心动的男生 但村长父亲并不同意 而他却只想和花无蟹在一起 花无蟹让他安心 他明白师妹的心意 这场竞争他实在必得不容有失 看着要黑化了 这头的仙护还在看着秘籍出神 村长则是一头雾水 这小子拿本五尊的杂志让他看什么 这原来是杂志不是秘籍 难道真的是他想多了 而村长是认为 真正的秘籍是人人争抢的东西 就像五尊留下的秘籍 还附带一个大环丹 不过时间这么久了 应该发霉变臭了吧 听完村长眉心眉肺的发言 仙护突然回想起了 他刚才一脚踹飞的盒子内 那坨不明物质 不会就是 带给很多人杀身之祸的大环丹吧 想到此处他一个急不猛冲 转身就不见了 一想起刚才就是大环丹 他浑身有力 而再就在这荡口 一只野狗路过 把盒子里这堆东西吃了个干净 还偶了一下扬长而去 回到刚刚作案场地的仙护 到处也找不到大环丹 自己的任务还没做完 又错失了成为高手的机会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大环丹 刚刚追杀的追兵也找到了他 两个人如黑白金刚一样 站在他眼前 仙护还不明白 这二人是做什么的 在他们得意洋洋的自我介绍时 转身就溜了个眉影 看样子 这两个人就不好惹 他还是仙六为敬 他可跑不过武林人士 一击泰山压顶 就给他打得吐血 像拖死狗一下 拖回了住地 等仙护悠悠转醒之时 就受到了二人逼问大环丹的毒打 他被打得口齿不轻 但他真的不知道 大环丹在什么地方 刚刚他还在找呢 而这却被二人当成了嘴硬 又是一顿暴揍 既然问不出 还是先吃饭吧 两个人动作同步 互相谦让 在喝完一口汤之后 也很同步地 飞身出门暴树呕吐 师兄的手艺实在太差了 比刑剧还让人难以忍受 既然这么难以忍受 不如用来逼问犯人 于是 无辜的仙护就被硬灌下了 一碗难喝的狗肉汤 无巧不成说 那只倒霉的狗 就是方才吃过大环丹那只 看着敌人嘲讽的面容 仙护只觉得 身体有力量不断续击 变成一道能量光柱爆发开来 敌人也被巨大的能量 甩出几里外 而仙护更是 直接变成了超级赛亚人 武力值有如十字蹭蹭往上涨 两人对视一眼都想到了大环丹 可他们完全打不过现在的仙护 被仙护猛踹好几脚 趴在地上大声让同伴喊人 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师弟打响了信号枪 而看见信号枪冒出的烟花 仙护忽然想到了 自己被遗弃时的场面 一时间情感波动巨大 便回了原来的自己 这下他死定了 飞机空头来一个巨大的物资包 里面跑出一群帮派人士 叫嚣着要把他抓走 还是赶紧跑吧 夜深人静之时 一群鬼鬼祟祟的黑衣人 正在监视几位挑战者 为首的正是其中一个挑战者 那个叫做花无谢的青年 看样子 他为了自己最终的胜利 正在计划 破坏其他人的劳动成果 都没有见到那小子的踪影 不过这正合他意 仙护不见踪影 更方便他的行动 在这之前 他已经陆续破坏了 其他两位参赛者 叫人清空了 河里的鱼让人抓不到 又让人破坏运势车 无法运作 这下只剩仙护没有搞定了 所以他召集一群人 要加大仙护除份的工作量 待他们聚众拉屎 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他的 那一边倒霉的仙护 还在被一群帮派人士 穷追不舍 追到天都黑了 还没放弃 这可不行 他得想个办法 正巧逃跑过程中 路过一个池塘 其中有一个 全身发光的白发男子 正在池塘中沐浴 仙护路过掀起的石子 都打到了他的身上 可男子并没有什么反应 紧随其后的是一群帮派男子 呼啸而过 又是一堆石子 落在他的身上 男子还是不为所动 静止了好一阵子 男子才反应过来 刚才有人经过 以防万一还是去看看吧 仙护还在一边跑 一边喊着救命 不得不说嗓子还挺好的 东张西望 中脚撞上了石子 马上就要以头枪地石 却撞上了一个壮硕的胸肌 睁开眼睛 看到男子帅气的面容 他马上大喊求救 希望大侠救他 自称这群痴汉 对他图谋不轨 足足追了他两个时辰 看仙护小鸟一人 挂在男子身上的样子 还有一丝丝娇弱 男子名叫追白镜 身材壮硕 恐无有力 看着就像超级大侠 对方看着他 还在不断叫嚣 让他识相的话 就赶紧滚开 仙护还有闲心注意到 大侠怎么也没穿衣服 这两个半裸男 真是不自量力 帮派人士举起狼牙棒 向男子冲来 而追白镜稳如泰山 任由这一招打在身上 脚步没有丝毫动作 这可给一旁的仙护 看傻了眼 大侠可不能就这么没了呀 就在众人各有反应的时候 只听到一阵碎石的声音 在难以置信的抽气声中 对面人手中的宝剑 一寸寸变成碎片 他的手也被震得流泻发麻 看到这场面 这群帮派人士 非常识相的都沉默了 然后转头回寝室了 大侠果然厉害 都没出手 就把那些人赶跑 而这时追白镜才想起来 自己的衣服拒奶了 大侠的反射弧 有点诡异呀 不过这都不重要 既然危机解除 仙护也是时候离开了 此时男子又突然叫住他 回过头去 一个披风搭在了仙护的肩上 在夜深路中的深夜 带来一片暖意 这也太贴心了吧 好久没有闻到这么香的衣服了 大侠真是深藏功与名 危机解除 仙护也突然想起 自己的除分大业 这下真是来不及了 回到清理区 他彻底傻了眼 一天没弄这个山区 怎么变得更臭了 他的报考名额 难道就要毁于一大了吗 这可怎么办 第二天清晨讥较了 花无谢也终于搞定了这些柴 看着地上一捆一捆的柴火 他信心十足 敲响了村长的家门 穿着睡衣 睡眼惺忽的村长 为他开了门 是为了名额的事啊 没想到会这么早来 真是辛苦你了 花无谢心中自信万分 微笑着等待村长 揭晓自己的名字 而村长却犹犹豫豫 一直没能说出名字 路过的老伯 向村长打招呼 这么早就起来跑步了 被打了个岔 村长忘记说到哪了 他只好继续微笑着提醒 是时候宣布名额的获得者了 老王又跑过来 邀请村长一起去晨跑 宣布再次被中断 他实在忍不住 这个老伯来来回回 太烦人了 直接一招给他打飞出去 请村长继续说吧 没有其他人打扰 村长终于说出最后的名额 获胜者是 先护 此话一出 对他来说 就相当于晴天霹雳 完全难以相信 自己所听到的 这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他作弊 村长却娓娓道来 起初他也不相信 但看到他那满满成就感的表情 又有什么理由不信呢 听到这个结果 花无谢再次口涂鲜血 整理好心情 他还想问问他们在哪 就听到村长告诉他 他们两个人已经出发了 听完这些话 他撑不住 直接倒地不起 没想到费尽心机 却为了这小子做了嫁衣 马车上 练一姑娘 双手掩面哭泣不止 无谢哥哥 违背了他们的誓言 没有拿到最终名额 先护心情大好 大城市果然不同凡响 看着面前繁华的街道 他愁愁满志 信心满满 赢得比赛 还多亏了那本武功秘籍 让他练就了一招 叫做龙领的功夫 可以隔空一物 虽然不知道 为何绝世武功都这么好练 但结果是好的 他离梦想又进了一步 既然如此 他一定不许此行 帮主他当定了 还希望遇到昨天那个大侠 而昨晚 追白镜心中还在惦记着 深夜没穿衣服的先护 全然忘记了 他的衣服已经送给了对方 自己现在才是没穿衣服的那个 随即被寻成的皇家捕头发现 套上头套带走了 此时 另一队人马正在悄然靠近 二人是远近文明的强盗 为首的是母鳄与九娘 一旁跟着黑无公交无虑 此时 老头正感叹着奇妙 这大街上人这么多 却不嘈杂 而事实上 娇爷由于年纪大 已经耳背很多年了 而他却能听成过年呆体检了 气得九娘危险 听不见自己说话 就废了他 还是言归正转 这二人也是为了大还蛋来 听说 有人吃了丹药还跑了 要想再获得丹药 就要把食丹者 放到火炉中炼化 而二人如此有信心 则是因为娇爷 有一项独门秘迹 虽然他本人 已经老眼昏话 他的右眼却可以看出 人体中的武功内力 辨认出谁最深厚 即使别人先找到 最终也要找娇爷帮忙练话 无论如何 他们胜券在握 就在聊天的档口 娇爷脸色忽然一变 猛地转头看向后面 此时仙护刚好走过 而他身体里能量深厚 是娇无虑从未见过的 这边 天真的仙护 还在欣赏街景 这么壮观的景象 他好像已经看过26次了 不对 自己是不是迷路了 傻小子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只好拍了拍 前面短发人的肩膀 兄弟请问 帮派同考报名处在哪 那人一回头 是一个短发烟熏装的女子 他又请问旁边的长发粉衣人 结果转过头去 却是一个纯野马 城里人真是琢磨不透 仙护替泪横流 被大城市完全惊呆了 一块绿色的手帕 贴心地递了过来 他抬头看去一个 美丽的黄衣小姐姐 正关切地望着她 是不是外乡人迷路了 经过刚才的事件 仙护已经不敢相信任何人 直言要确认一下性别 这种事情怎么好确认 九娘一巴掌扇了过去 简直是个流氓 尘埃落定 二人坐在餐馆中大快躲移 仙护疯狂地往嘴里塞着面条 一副吃不够的样子 九娘还在旁边温柔地 让她慢慢吃 对她道歉 自己出手太重了 仙护大打咧咧 完全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还要感谢她 请她吃面 扭头又向店小二再要了一碗 这已经是她吃的 不知道第几碗了 九娘心中一阵无语 但面上还是不露声色 和她交换名字 仙护乐观的自报家门 她是来参加考试的 如果考试顺利 就可以进入帮派了 九娘心下疑惑 同考过了 不是还有孝考吗 而仙护完全都不知道这一回事 只好为她科普 同考合格后 还要报名去帮派的孝考 孝考合格后 才能进入帮派 仙护大手一挥 那就报名她 偶像武尊创建的帮派吧 五大帮派之手的天心门 可没那么好考 江湖排行前五的帮派 是所有考生向往的名门正派 天心门由四大金刚镇守 严格考试筛选 位居第二的蕾丝物质招收女性 男人禁止踏足 第三名地煞邦 善用江湖秘书 神秘叵测 第四名创神者 是研发科技武器的先驱 也是让国家快速发展的伟大功臣 第五名大空十人教 是一群很无聊的僧等 很少有人提及 所以校考有多个选择会比较好 现在的先护不知有没有听进去 只是捧着脸回味 这面实在太美味 还想再吃午饭 但不好意思跟她讲 九娘一脸黑线 她现在已经趴在了桌子上 先请她下来再说 报考帮派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可先护村里资金有限 其他的费用只能靠她自己得来 她终于回想起 临行前村长的嘱托 原来是这个意思 现在却毁之晚矣 她现在身无分文 校考完全没钱报名 想到这里 她猛地抬头起身离开 想逃离这个餐馆 看到到手的鸭子飞了 九娘肯定不能罢休 赶紧叫住了她 如果缺钱的话 她可以帮忙 这一刻的九娘 就告诉她家里需要搬家人员 如果帮忙 会付给她丰厚的报酬 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先护感动得涕泪横流 一刻也不敢耽搁 跟随九娘就要往宅子方向去 此时的她心中还在幻想 如果自己是漫画的男主角 她眼前这位善解人意的女子 就一定是女主角 她们以后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如果故事的走向并非如此 那她宁愿去爱个男人 说男人男人道 路上巧遇之前认识的白发男子追白进 她还想简单叙旧两句 要不是那天出手相助 她也不会走到现在 九娘在一旁催促他们赶紧离开 看着二人离开的背影 追白进人都走了 还在出神 终于想起来是那天那个小子 他怎么跟那个人走了 一座宏伟的宅院外 九娘引领着仙护来到门口 伸手敲了敲门 管家我们回来了 一个老头热情的硬门 来了来了 快请进来 仙护乐呵呵的进门 却没发现身后的老伯 已经偷偷把门拴上了 门一啰锁 二人也就不再废话 可以动手了 九娘一声令下 可怜的孩子 还以为是开始干活了 正撸着袖子加油干呢 一回头 一个闷棍就打了下来 手速快的 都起了残疑 一声闷响 仙护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接下来的事情 就要交给焦无虑了 他会用自己的心肝宝贝 一个巨大的炼丹炉 好好招待他的 在仙护陷入大危机时 反射弧慢慢拍的追白镜 回忆起来 当时和他同行的女人 不知道和他是什么关系 但身上的杀气太重 看来不是善类 再次睁开眼 身体四周感觉都好热 怎么搞的 他也没去澡堂泡澡啊 一摸脑袋疼得不行 还流着血 顿时吓了一大跳 回想起了当时的情景 他们把他打晕后 这是到了哪 这水里怎么还有萝卜 想着想着又跑了偏 从水里捞出了一根人参 难道这就是上等千年老山参 一个声音迎合着他 没错 这就是提炼灵丹妙药的绝佳配料 到了这个时候 仙护还担心着小姐姐 不知道这些坏人 把他带到哪去了 殊不知 他们本就是一伙的 其实九娘的色诱技术 烂得要命 只能骗骗纯情傻小子 焦无虑的嘲笑 让仙护彻底破防 在炼丹炉里 唱着悲伤情歌 顾影自怜 焦无虑不想管他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 他都快要被炼化到汤里 用来提取大还丹 原来大孩丹 真的在自己体内啊 中间的曲折太复杂 到现在 他才终于确定 自己喝的肉汤里面 就是大还丹 不过现在不是像这些的时候 自己可快要死了 他拼命证明自己不可食用 老头不管那些 只要让自己功力大增 有点毒也不怕什么 既然吓不倒他 仙护决定 把他的火锅底料 全都喝光 沉下去 咕噜咕噜的大口喝 此时距离同口报名结束 还有六个小时 另一边追白镜 跟随二人 本想关心一下 结果跟丢了 思来想去 还是报名要紧 转身飞身离去 希望是自己多虑了 又是一个时尚过去 交也来检查丹药情况 期待的恋化并没有发生 仙护凭借一己之力 猛猛喝光一炉子水 喝得肚皮骨成皮球 但是这也抵挡不住 不过是从顿他变成清蒸 这和想象中不一样啊 他彻底破防了 后悔当初 捡到贵重物品 就应该直接交给村长 那颗大环丹 还有里面的秘笈 本会 他还有五尊前辈的秘笈 幸好他们没脱他的内衣 秘笈就藏在大裤衩里面 他掏出皱皱巴巴的苍龙神功 里面一定会有强悍的招式 加上体内深厚的内功 让他一举突破这困境 苍龙破风掌 草草学过一遍 仙护直接躺下 书上说 这招后坐力极强 以防万一还是小心未妙 生死就看这一掌了 他气势如虹 想象着力量涌入手心 使劲发力 发出的小风 还不如一个屁 我不信 再来 一个小星星从手里发射 怎么都没有攻击性啊 关键时刻 怎么能掉链子 都给他机灵一点 最后一次全神灌注 怎么好像不对劲 这力量不应该从后面出来啊 这回直接蹦到天上去 声势浩大 还以为是地震了 焦无虑随即感受到 自己身后的房子猛地炸开 连大地都在颤抖 直接把他炸飞了出去 等到尘埃落定 他才回头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己的宝贝炼丹炉 被炸缺了一半 怎么会搞成这样 他该怎么跟九娘交代 后面一只手 不合十一地拉了拉他 别哭了 老头 赶紧告诉我的裤子 在哪 脚踩石头之上 还显得有些帅气 原来是这小子搞的鬼 他竟然还活着 真后悔 没把他杀死后炼弹 就像灰太狼似的 这回再想干掉他 就得使出变形金刚的功夫了 老头拽下身上的披风 露出的是一只 由钢铁组成的机械手臂 就让他尝尝科技的力量吧 难不成这老头 也是创神者的一员 私存的档口 老头已经驾驶机械臂 发出火箭弹 这别太过分了吧 炮弹如雨般 向他倾泻而出 仙护肉体繁胎 怎么能抵抗 此时温暖可靠的身影 挡在了他的身前 这感觉好像有些似曾相识 试追白镜大侠 他来就仙护了 耀眼的身影闪亮登场 直接挡住了他的大杀招 这白衣小哥来头不小 此时的仙护又伸出了二康手 小哥 你就是我的英雄 语气之肉麻 也让人身体一颤 他其实只是下来看看 没想到 阴差阳错 挨了捣弹 这下就是二对一 仙护信心倍增 两人一个防御 一个进攻 配合的无与伦比的默契 这下叫无虑撑不住了 被巨大的攻击波 直接射飞了出去 原来这小子 竟然这么强 使他过于担心了 听说他们都要参加同考 不如结伴去考试 这样互相有个照应 世人皆知 普天之下 有两位神射手 一位是 效命于朝廷的天狐 一位是 游走于黑市的地虎 地虎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能让人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被绑架或被杀 也正是因为地虎这样的能力 九娘拿出一幅画 这是他朋友 焦无虑好时一天所画 画中之人 便是让地虎寻找之人 地虎皱眉端向 听说他老人家 有画圣之名 没想到 此画如此超凡入圣 妙笔生花 途中仙护衣衫不整 双眼寒波 九娘沉默事成之后 不会亏待地虎 地虎让他放心 我办事向来十拿九稳 你就准备好银梁等着我吧 地虎离开后 焦无虑突然出现 问他为何不亲自动手 反而要找一个外人 九娘神情严肃 最近紫外线这么强 我怕晒黑 科考会场人声鼎沸 仙护和追白晋斧一入场 便引起了骚动 在场女子皆呐喊流泪 惊叹追白晋和等盛世美颜 追白晋却皱眉不紧 询问仙护 莫非是自己脸上有东西 仙护面上表情凝重 他们也许盯的是我 仙护将实情道出 说明了自己务实大环丹 且这个消息可能已经走了 再看那群脸红的少女 竟是一个个都充满了杀鸡 仙护皱紧眉头 我虽然吃下了大环丹 但还不稳定 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很难有命进入考场了 追白晋面色诚恳 让他不必担忧 表示有他在 没有人能把仙护怎样 除非是遇到了地虎那样传说中的人物 话音刚落 旁边一个戴着袋鼠头套的人 打了个喷嚏 只见地虎身穿玩偶服 混迹在人群中 他揉了揉鼻子 发现目标 追白晋与仙护和力气群般 站在众人中间 靶子瞄准仙护的头 这太容易了 地虎拿出飞镖 夹在手指中间 此镖被称为 你轻我怨镖 但凡被刺中 目标就会听从于地虎 飞镖被地虎用力制出 嗖嗖两声向仙护飞去 地虎得意脸纯 搞定 那飞镖 却一个被追白晋的额头弹开 一个被他抬起的手臂弹开 地虎渗出冷汗 怎么可能 这是幻觉吗 经历过一次败北 地虎拿出更加厉害的武器 他拿出由上层悬铁打造的 后会无期断水夹 凡是地上目标被其所伤 必死无疑 地虎将断水夹抛出 在地上滚了几圈停下后 夹子猛地张开变大 追白晋将仙护架在脖子上 断水夹被追白晋一脚踩碎 地虎愣在原地 两番失败 让他产生了自我怀疑 这一定是幻觉 不过地虎并未被这两次失败打倒 他露出了反派统一的微笑 竟能让我的虎认真起来 有意思 另一边的仙护和追白晋 平安抵达考场内 两人坐在一张椅子上 仙护垂着头 我们真的来得太早了 好无聊啊 真想再多睡一会 但是如此重大的考试 宁可早到也比迟到好啊 谈话间 地虎乔装成树干 悄悄靠近 这回静在咫尺 看你还怎么挡 追白晋突然嗅到一丝危险的气息 仙护小心 附近有杀窃 追白晋一跃而起 地虎大喊着 受死吧 无数飞刀嗖嗖飞出 追白晋将仙护抱在怀中 仙护被掰成了一个扭曲的姿势 扑的一声吐了出来 追白晋眉头紧簇 别害怕 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你 仙护口吐白陌生 无可恋 那请问敌人在哪 飞刀被追白晋的后背弹走 追白晋没有一点感觉 虽然不敢判定 但大概就在附近吧 地虎蹲下来 大口喘气 气煞我眼 他拿起弓箭 猛地起身 追白晋和仙护同时转身 地虎拉弓搭弦 目光凶狠 说再见了 只听刷一声 箭矢飞出 追白晋面色凝重 是传说中的地虎 糟了 箭矢直冲向仙护的面门 是竖妖 追凶救我 说时持那时快 一道剑气擦着仙护身子飞过 将箭矢拦腰切断 三人皆是一愣 这剑气难道是 一个红发女子 举着长弓出现在他们面前 长弓上课天虎二字 这是我天虎的地盘 谁也别想在我眼皮底下 伤害任何一名考生 包括你这暗杀之王 地虎 地虎皱紧眉头 竟敢坏我好事 我绝不饶恕 天虎轻笑一声 你还是顾好你自己吧 只见下一秒 一道剑气从地虎背后回转而来 是回旋剑法 箭矢穿过地虎桥装的裤子 将他两人带树射到天上 先护抬头看着飞远的地虎 没想到地虎也会落到今日这等下场 追白静皱眉 你应该庆幸 你捡回一条命吧 天虎突然开口 二位 快考试了 赶紧进考场吧 紧接着 天虎对着旁边一只树干开口 还有你这个大高个 处在这干嘛呢 追白静和先护两人无语 他的眼神是不是有点问题 两人进入考场后 皆被考场规模之大 装饰之怪金柱 好大的考场 先护看着墙面上大大小小的圆圈 这面墙好奇怪啊 总觉得像点什么 这时考官开口提醒考生入场 先护找了个写着自己名字的位置坐下 应该就是这里吧 旁边坐下一个人 先护看到那张浓妆艳抹的脸 大为兴奋 无语给我找到你了 可你为啥这个打扮啊 花无语冲着先护竖起食指 示意他闭嘴 心中暗自不满 怎么会和这个倒霉蛋做到一块 天虎手持弓箭出现在台上 好了 都给我安静 我是本次考试的监考官天虎 多给我老实点 先护眯起眼睛 是那个神剑大姐头 天虎下令开始发提 先护的眼睛 该怎么办 于是先护将注意打到了 坐在自己隔壁的花无蟹身上 拿到封面显示着帮派同考的答题机 天虎让大家按照上面的指示操作 先护点下下一步的按钮 界面转换到第一道题 先护脸上渗出冷汗 他选择跳过自己不会的题目 一直到了第十二题 先护心中慌乱 这是特么什么鸟题啊 我得想点办法了 不然铁钉不及格 突然一支剑擦过先护的耳朵 射中了后面一个人的衣服 天虎面色冷峻 谁要是作弊 下场和他一样 在耻辱墙忏悔吧 只见他画满圆圈的墙上 一个人被剑矢勾住衣服 定在圆心 先护汗如雨下 作弊是肯定不行了 这下糟糕透了 天虎作为史上最残酷的监考官 精通各种剑术 但他得了眼疾 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 因此 他剑术最为惊人指出 在于不用眼来瞄准 响指轻轻一打 声波从指尖发出 一圈圈声波 当过周围的人 再传回到耳朵里 立刻便能发现在作弊的人是谁 先护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心如死灰 此刻的我表面 虽然看起来静如止水 但内心早已死去 为了不前功尽弃 先护下决心 必须得做些什么 突然旁边有人出声 可以开始了 一个戴眼镜的黄毛小子 脸上露出志在必得的微笑 他让自己的家丁 吃了五斤萝卜干 还喝了隔夜凉水 导致负胀生辟 再通过辟声传递信号 一声接一声的扑扑声 在考场内响起 先护大惊 不是吧 这时 前方考场 又一个黑发少女笑了起来 这些低端的作弊伎俩 真是让人看不过去呢 他的手指点 在自己的鼻头 那上面的黑点 是他花大价钱 从创神者那里买的黑头组 收到命令的黑头集体出发 找到了第十一题的答案 并回到了少女的鼻子上 先护面色有些难看 这有点过分了 身后又一个树冠的少年笑了 都是耳等鼠背 先护竖起耳朵听 我可是偷拿了我师父 笑面孙的超级法宝幻术美童 区区同考难不住我 他发动法宝 自我催眠术 下一秒 他恍入虚空之境 面前只有一百发老人 白杜先生 这道题该如何解答 白发老人身手无脸 这题真的很刁钻 很奇怪呢 选C吧 少年接连问了几题 都获得了答案 但是在外人眼中 他只是在流着口水傻笑 先护张大嘴巴 这都行 前后左右的考生 都用着奇葩的方法 试图作弊 先护倍感压力 大家都开始行动起来了 而我目前一道题也没打出来 我必须和他们一样 要冒个险了 只见下一秒 天狐冷笑一声 一群自以为的小鬼 五箭齐发 方才那些作弊的人 全部被定在了耻辱墙上 先护大惊 怎么会 这么高端的作弊 都被发现 这个天狐大姐头也太强了 一旁的追白镜手中 拿着打提器 一动不动 这场文考太可疑了 首先是这变态 又刁钻的考题 这种考题 如果不作弊的话 很难及格 感觉就像是 让人不得不作弊一样 如果是逼着你作弊 那为何又安排神剑天狐 这样一个强大到任何举动 都能察觉到的考官呢 如此这样下去 岂不是没有人能及格 那这场考试的意义何在 想到这 追白镜突然发现了什么 考试的意义 难道说 这是一场 针对于考生品格的考验 这场考试 关键不在于成绩 而是在于 不能作弊的堂堂正正的大侠风范 追白镜了然 他扭头看向先护 却发现对方浑身发抖 泪流满面 我想不出来作弊的方法呀 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 好不甘心 花无蟹突然出声叫了先护 是不是遇到难题了 是不是想作弊 却没有门路啊 花无蟹是以先护 去看旁边已经空掉的位置 那个被除去资格的考生 留下的答题机上面的答案 绝对可以及格了 我们一起作弊 我帮你把方 你可以放心去拿 等你抄完了答案再给我 拿到它 就能接着实现你的梦想不是吗 先护有些犹豫 实现梦想 是他一直以来最大的追求 花无蟹嘴上寻寻善诱 内心祈祷着 花无蟹被天狐发现 等你拿到答题机的那一刻 就会被天狐狠狠射在墙上 这场考试的目的我早已参悟 只有不作弊的人才能合格 所以下地狱吧 先护 想到临行前与姨妹的道别 花无蟹沉默 将考试的事情包在她身上 姨妹却哀声叹气 担心自己若是和先护 同样通过了考试 那便不能体现她有多优秀 也就不能给村长长脸 花无蟹皱起眉头 又是那个蠢蛋 姨妹趁机继续煽风点火 况且 那个报考名额本就是 应该属于你的 先护一定是偷奸耍花才赢的 她就是个无赖 被戳中心事的花无蟹沉下心 姨妹放心 我一定会让她吃苦头的 话必两人继续互诉忠常 花无蟹案子决定 不会让姨妹失望 她催促着先护去拿答题机 先护终于发动先力 把答题机吸过来 那答题机 却是直接送到了花无蟹的手中 花无蟹愣了一秒 瞳孔地震 什么 我刚刚换位思考了一下 如果此刻的我是五尊前辈 那么她会说 堂堂难而立于是 就算交了白卷 也不会做这种苟且之事 要抄你自己抄吧 不必谢我 花无蟹瞠目接舌 捏 她惊恐地看向提拿狐 接下来该不会是 果不其然 天狐已经搭好了弓箭 下一秒花无蟹便被箭矢勾着衣服射飞 先护昂首挺胸 坐直了身子 要像的大侠一样 终于等到考官提醒考试结束 先护追问追白镜考得如何 你一定答得不错吧 追白镜回答 如此刁钻的题 我也只能随便答答了 先护有些低落 看来我们二人闻考都不能及格了 后者却不然 这次考试并非如此 听到追白镜这话 先护有些诧异 看来追凶比我还不甘心 追白镜继续说 这次闻考 其实考验的是一个考生的品格 所以考试的关键在于不能作弊 先护兴奋起来 也就是说 顺利考完的人 无论提答得如何 都可以合格 追白镜点头 没错 先护欢呼着出圈 哟吼 追凶万岁 天护出声提醒众人 好了 考生们 考试结果已出 由我来宣布考试结果 本次闻考无人合格 先护仍然保持着 方才雀跃的姿势 默默实话 追白镜眼中有些许差异 我猜的不对吗 这时有人提出了疑问 天护前辈 这场考试的真正目的 难道不是测验考生的品格吗 追白镜抿紧嘴唇 果然也有其他人 和我想的一样 什么 天护指着那人骂道 不作弊 是考试最基本的诚信 连这个都做不到 还特么考什么帮派啊 什么狗皮考验品格啊 想教白卷 就能通过考试吗 哪有这么美的事啊 你漫画看多了 臭小鬼 追白镜身后 传来仙护悠悠的喊声 他回头 仙护流着泪 死死盯着他 为什么给我希望 天护突然又开口 闻考没有人合格 这听上确实很可怕 不过不要紧 遗忘的规则 正常参加五考 身后的考官满脸问号 天护继续说 通过五考的考生 算作同考合格 所以测试大家要加油啊 众人欢呼起来 好啊 太棒了 先护激动的流下眼泪 人生的大起大落太快 实在太刺激了 但是兼考官提出不满 天护你怎么可以随便加考呢 这不给上级惹麻烦吗 天护握着全怒骂 你以为老子愿意啊 这次考题那么难 每一个人合格 如果各大帮派无法招生 到时候就不是给上级惹麻烦 那么简单了 惹上级总比柔五大帮派好烧吧 文考结束后 众人沿着长长的走廊 前往资质测试考场 先护有些期待 不知道资质测试会是怎样 他们来到一个 挂着资质测试牌匾的地方 看着面前 像是临时搭建起来的地方 先护吐槽 是这里吗 好藏错哦 话音刚落 测试老师头顶闪着光 出现在众人面前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外公测试老师 在下名为 无法香克斯 叫我无法就好 先护直呼好酷的发型 香克斯开始给众人介绍资质测试 所谓资质测试 就是测试你们自身的体魄 是否强健 而我自行开创了一种测试方式 可以全面地考验 考生身体抗性水平 所以接下来的测试是挨揍 我不光有黄铜般的肤色 还有黄铜般的强硬体魄 能承受住我一击的人 就可以合格 诸位考生 一位接一位的上场 在不知道递多少位不合格后 香克斯看着倒下的考生 一个能挨打的都没有 直到追白镜上场 香克斯看着他文文弱弱 却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他一拳打出 却感觉自己打在了一座铁钟上 这考生什么来头 香克斯脸上冒出冷汗 追白镜低头问 老师你没事吧 香克斯收回红肿的手 我怎么可能会有事呢 下一秒便倒在了地上 追白镜成了第一个合格的考生 下一位便是仙护 香克斯一手裹着厚厚的纱布 瞪着他 仙护看着香克斯手上的伤 没想到打完追凶的老师 伤得这么重 也难怪 追凶的体魄已经硬到变态级别了 不过最重要的是 老师既然受伤了 那么他打我一定不会很疼 这样我就可以轻松通过了 仙护暗自兴奋 香克斯却让师妹来替他完成测试 仙护惊恐地看向前方 一个蘑菇头身材魁梧的女子 举着拳头看着他 小哥请多指教 无数个拳头从四面八方打来 对方使出密集玫瑰花的葬礼 仙护被狠狠击飞 对方不屑 看来是不合格了 下一位 仙护却抬起手 支撑着自己站起身 我还没有倒下 能被香克斯没轻没中的师妹击倒 却还能站起来 仙护也通过了测试 看着仙护颤颤巍巍的样子 追白静问他 是不是受了很重的伤 仙护哈哈大笑 梦想还没有实现 我是不会轻易倒下的 下一秒 仙护便摔倒在了地上 香克斯通知合格的考生 前往五考大厅 那里灯光幽暗 仙护线下 已经对后面的考试 失去了期待 考场门口 站着两个身材魁梧的人 本次五考 每八人为一组进行考试 追白静和仙护二人 与木乃伊 哈二奇 陆克蜜 雷 格雷 小灰几人为一组 灯光突然大亮 中间的擂台周围燃起火光 追兄 这五考到底是怎样的 我现在好紧张 仙护有些不安 追白静的脸色 也没好看到哪去 我也是头一次听见 还是听听考官怎么说吧 考官身披黑色牛角 连帽斗篷 戴着白色鬼怪面具 出现在众人面前 就由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本次五考的规则吧 本次五考 以一种游戏的形式 作为考试的内容 该游戏名为 地狱罗盘大逃亡 这是一个关于丢沙包的恐怖游戏 我们是击杀者 而考生是罗圈中的羔羊 首先八名考生 脚并脚一字排列在跑道上 由最后末尾 一名考生将沙包 丢给正对面防线的 击杀者手中时 游戏开始 考生们必须按照罗盘跑道跑 出圈则为淘汰 跑到暂闭点的人 是无敌状态 沙包击中无效 击杀者拿沙包丢向考生 考生被击中则淘汰 若考生接住沙包 则可以向远处 以此争取时间 起点也是终点 考生再没有被沙包击中的前提下 从七点跑到暂闭点 然后返回七点算通过 准备好了吗 小羊们 先护五头背好 准备个鬼啊 规则这么多 怎么可能记得住 下一秒 游戏开始 骷髅击杀者 将对面的众人 当成了小绵羊 一张口 便是带着不屑的感觉 阴森森地询问他们 是否准备好了 八个人整整齐齐地排列 击杀者们的面前 游戏正式开始 骷髅击杀者 重重地踏在了这群人的面前 先护看着击杀者 心里不免犯嘀咕 这最前头的位置 竟然落在了他的头上 另外几个考生也太蠢了 最前头的位置 才是最方便逃跑的 因为可以少跑一段距离 并暗自庆幸自己是个天才 但是一个注意 竟然笑出了声 陆克密在旁边 一脸无语的吐槽 从未见过先护这样傻的人 最前头的位置 明明是最危险的 竟然还能笑出声 因为站在最前面的人 会成为击杀 是这第一个击杀的目标 不过 看他笑成这样 或许真的有过人之处 随后 猴子击杀者 缓缓地拿出一个沙包 慢悠悠地叫了一个名字 是站在最末端的考生 追白镜 让他来开局 并且不是很善意地提醒 追白镜 准备好再开局 说吧 在鸡嘴击杀者的代理下 不同位置的击杀者 全员做好了攻击准备 追白镜也换成了进攻状态 游戏开始 追白镜毫不费力地 接住了丢过来的沙包 但就在他接住的同时 雷开口叫住了他 追白镜满头问号地回头 看见雷正义愤填膺的吐槽 他难道就没有发现 大家都没有准备好 就这么草率地开始了 追白镜皱着眉看着对面 小灰也开口说 不能轻易开局 需要做一些有利于他们的准备 仙虎突然出声说 自己想到了一个方法 既然规则是脚挨着脚椅子排列 那他们可以下一个的脚踩 在上一个人身上 不仅缩挡了最外圈的路程 还可以更接近暂闭点 仙虎说完 还顺便夸了自己 非常优秀 陆克密垮着脸 更加确定了 仙虎是个傻子 但他还是决定告诉这个傻子 这个方法 确实有利于他们 但对于冲刺在第一个位置的人来说 还是相当危险的 追白镜好像没有再听他们说话 低头让小灰的双腿再岔开一些 增加一点距离 小灰对着追白镜咆哮 自己已经岔到极限了 追白镜瞬间觉得非常无语 为什么小灰不再岔开点 增加点距离 但奈何小灰实在太矮了 腿也短 岔到极致也只能这样了 追白镜又开始担心仙虎 这个傻子 在最前面的位置到底行不行 但还是决定了 在心里给这个傻子加油鼓劲 追白镜终于可以开局了 他腾空跃起 使出全身力气 大手一挥 将煞刚才接到的沙包丢出去 鸡嘴击杀者眼睛灯时盯紧沙包 手起沙包落 啪的一声 他轻松地将沙包抓在了手上 与此同时 陆克蜜赶紧让大家夸跑 几个人拼了命地跑 但鸡嘴击杀者好像胜券在握 向对面的老虎击杀者 制出一个沙包 沙包被轻松地接住 更悲催的是 老虎击杀者正对着这群人 尤其是仙护 他们的速度还是太慢了 再这样下去 肯定会有人淘汰的 只见老虎击杀者举起沙包 众人立马觉得大事不妙 感觉他们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只见老虎击杀者兴奋地开口 他要开始淘汰考生了 随后 他使出二倍力投掷 只见沙包飞速朝众人冲过来 挡在最前面的仙护 感受到了超强的冲击力 根本来不及用任何招数 仙护就被冲击力震地说不出话来 突然一只大手朝着仙护压过来 是追白镜 他将仙护的头重重地压在地上 仙护只觉得自己要被砸坏了 一旁的陆克蜜惊讶追白镜的速度 根本没看到他跑过来 突然他抬头 看到另一只沙包直直地朝他飞过来 这种力度的沙包根本无法徒手去接 这么近的距离也没有办法躲开 所以办法只有一个 只见他撩开手臂 露出手上陆家的独有的标志 并念出咒语 只见标记慢慢流出一把墨色的剑 这就是传说中的陆架泼墨剑法 陆克蜜奋力一击 把沙包弹开了 但沙包却向一边的木乃伊废去 木乃伊大脑瞬间告诉运转 规则既然是可以在接住沙包后向远处投掷 以此来争取躲避的时间间 那接住沙包或许也是一种方法 于是他伸出手 大大方方地准备接住沙包 但小灰却不以为然 认为木仪这么做很蠢 格勒也在静静地看着热闹 果然木乃伊在接住沙包的瞬间 就被强大的冲击力撞得向后倒 并发出尖锐的爆鸣声 鸭子击沙者接住沙包 并宣布木乃伊淘汰 陆克蜜觉得木乃伊不自量力 他并没有发现击沙者们的特别之处 就贸然地去徒手接沙包 击沙者们之所以能制出那么恐怖的威力 并且还能接住 是因为他们手上的手套 所以没戴手套是不可能接住沙包 所以刚才告诉他们的那个规则 就是个陷阱 想到这里 陆克蜜马上大声呼喊仙户 想要把他叫醒 最惨的应该是追白镜 此时的追白镜正一边抱着他跑 一边大声试图把仙户叫醒 但击沙者们并没有给他逃跑的机会 骷髅击沙者闪现到追白镜的面前 接住了刚才的沙包 追白镜当即无语 只见骷髅击沙者冷酷地伸出手 准备六倍力投掷沙包 众人大惊失色 如此近的距离 追白镜和仙户根本就躲不开 很可能就要被淘汰了 电光火石之间 追白镜淡淡地说出了金身二字 随即便是轰隆隆的巨响 众人再次目瞪口呆 烟雾缭绕中 金色的追白镜竟然徒手抓住了沙包 另一只手还拎着仙户 骷髅击沙者也吓了一跳 全身泛着金光的追白镜 根本不像个人 就在这时 仙户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见面前金光闪闪 以为是讲杯 当时兴奋地大声叫好 但好像哪里不对劲 定睛一看 竟然是降龙罗汉 追白镜无语地 把他扔到了地上 先护这才发现 原来眼前的人是追白镜 并且惊讶地看着他手里的沙包 感叹追白镜竟然可以 接住如此威力的沙包 他随后又反应过来 他们竟然可以争取时间了 于是追白镜用力扔出沙包 众人拼命地跑起来 陆克蜜发自内心的赞扬 追白镜真是个可靠的男人 对面的发财击沙者 不要以为自己能接住沙包 就很厉害 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地狱 只见杀一个巨大的火球沙包 朝着众人飞来 陆克蜜不仅暗自咒骂 这根本就不是丢沙包 他再次召唤出陆家泼墨见证 一阵火光带闪电 滚烫的火焰朝着陆克蜜涌来 地面骤然裂开 跑道竟然有陷阱 白脸击杀者接住了沙包 看见陆克蜜狼狈地挑开地上的陷阱 一边讽刺他连陷阱都看不到 还妄想闯荡江湖 一边使出多重残影投掷 刹那间数十个沙包 向陆克蜜飞了过来 千军一发之间 雷发动了雷行 冲到陆克蜜身边 将他救走 陆克蜜不禁疑惑 雷为何要救他 但雷并不是想要救他 而是想要让他自己通过 测试的概率更高 因为淘汰的人数越多 越难合格 大家一定要团结 而除了他们两个 只有追白 竟有本事继续这场游戏 仙护和熊猫 或许根本没有能力通过测试 哈尔齐和格勒 看起来应该是高手 可以合作一下 而此时陆克蜜想的却是 他们陆家人 不会平白无故受人恩情 他觉得 雷一定是 想要从他身上得到什么 雷瞬间咆哮 问陆克蜜到底有没有 认真听他讲话 突然他们二人 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是哈尔齐发出来的 二人回头的瞬间 哈尔齐一个暴哭 他控制不住的 想要接沙包 因为他是一只狗 所以他根本控制不住 要去接象球 无一样物体的本能 这个游戏对他来说 确实不太公平 他奋力窜出去 兴奋地张着嘴 准备要接沙包 众人都十分惊讶 他的速度和力量 然而事与愿违 沙包重重地 砸在了他的脸上 哈尔齐被淘汰 同时他接沙包带起来的风 将格勒的斗篷掀开 众人瞳孔地震 一个可爱的短发女孩 跌坐在了地上 委屈地喊着疼 原来格勒是个小姑娘 而且还很可爱 小灰捂住了 他圆圆的脑袋 表示震惊 并强制自己保持形象 格勒坐在地上 一直哭着喊疼 很快 龙格便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告诉他 如果不站起来 就会被淘汰 但是他真的很疼 格勒委屈的眼泪都掉了下来 龙格继续威胁他 自己是不会出来帮他的 猴子击杀者 看到格勒在哭 气愤地扔出了沙包 格勒大惊失色 一边挥舞着手臂 试图挡住沙包 一边哭着叫龙格出来帮他 格勒一个纵身 哄的一声 众人纷纷回头 只见小灰使出了他的秘书 无敌变变变 自己套在了格勒的手上 接住了沙包 猴子击杀者都忍不住要吐槽 这年头 真是什么奇葩考生都有 小灰赶紧让格勒 把沙包向远处扔 格勒用尽全力扔了出去 另一边的金身追白 净和仙护 还在夸小灰真不赖 只见刚才格勒扔出去的沙包 砸在了猴子击杀者的脸上 众人瞬间无语凝掩 他这么可爱 不会是击杀者的卧底吧 格勒不好意思的道歉 猴子击杀者也没想到 自己会被沙包问候到脸上 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 于是便玩不起一样 使出了六倍里猛虎投掷 一只火焰猛虎瞬间腾空 这下连小灰也不知道 能不能顶得住 吓得格勒闭着眼睛 求龙哥快点出来 还没等小灰出招 他便看到了 火焰猛虎开始变形 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只绿色的大龙 在狂吸气 但他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只见仙护霸气侧漏的 喊着龙腻 将沙包奋力的影像 追白镜那边 并大声提醒追白 尽快点接住沙包 追白镜起身落地 一气呵成 仙护和追白镜 帅气的摆起了姿势 然后尴尬的不知道 该说点什么 此时的格勒发现 当下这个局面 大家竟然都在保护他 而对面的雷也反应过来 在场的所有人 都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想要就减少 自己的淘汰几率 就必须要齐心协力 与此同时 其中猴子击杀者看出来 刚才仙护用的招式 好像是已经失踪了的 天下第一帮帮助 武尊的绝学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想要淘汰仙护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趁着猴子击杀者发呆的瞬间 追白镜扔出沙包 告诉众人快跑 鸭子击杀者看着追白镜 决定让他尝尝自己的实力 只见追白镜刚落地的脚 踩在了一坨绿色东西上 他动不了了 这便是鸭子击杀者的绝招 陷阱之剑不断理还乱 绿色将追白镜紧紧地包裹着 仙护先是以为 这个跑道很脏 随后才发现 那坨绿色的东西是陷阱 然后开始庆幸自己没事 突然 两根带有套圈的绳子 朝他飞过来 缠住了他的手腕 轻而易举地 把他掉在了空中 仙护吓得半死 一些男人 在很有节奏地喊着口号 仙护的脸已经吓白了 不断尖叫着 原来这是陷阱之欠赴的爱 虽然并不像的陷阱 但击杀者不以为然 找到了机会 要攻击先户 追白镜出声提醒 站在一边的格勒和小灰 顿时觉得大事不妙 而此时 雷以及陆克蜜 已经到达暂闭点 只要他们开始往七点跑 就可以合格了 雷和陆克蜜 纷纷不走心地互相道歉 能与对方并肩作战 真是荣幸 甚至二人 不忘顺便自恋一番 骷髅击杀者 受不了二人的尬吹彩虹屁 抬起手对二人 使出了必杀技 巴贝利投掷死亡玫瑰 直接一堆红色玫瑰沙包 朝二人飞去 陆克蜜挡在雷的前面 想要保护他 雷也不甘示弱 也要争着保护他 双方都很有礼貌地 争着要保护对方 殊不知 玫瑰沙包快速飞来 砰的一声 二人和谐的画面再次出现 倒在地上的雷和陆克蜜 最后又跨了一句对方 然后灰溜溜地被淘汰了 另一边 欠赋的爱 还在有条不紊地继续着 仙虎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追白镜也被那坨绿色的东西 勒得说不出话来 格勒也想用自己的力量 来救两位大侠 但是事与愿违 火球沙包朝着格勒飞了过来 小灰冲到了格勒的身前 将格勒推倒在地 但是自己变成了烧烤熊猫 火焰投掷是花脸击杀者的绝招 他对此表示十分自信 鸭子击杀者吩咐他 再给这些人一点教训 花脸击杀者也觉得 这一组应该是没有人能合格了 他再次使出了火焰投掷 熊熊大火朝着格勒冲了过来 格勒站在原地 大声呼喊着龙格的名字 就在大火即将吞灭格勒的瞬间 他感受到了一个力量喷涌出 龙格出现了 他非常不喜欢一直哭鼻子的格勒 觉得他除了哭什么都不会 是个胆小鬼 但是格勒对龙格也非常的不满 觉得他也好不到哪去 龙格天生就是暴躁狂 并且没有任何一个人 愿意和他交朋友 而且是因为龙格的失控 伤害了家里人 他们才被赶出了家门 龙格暴怒 命令格勒不要再说下去了 但格勒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他对着龙格大喊 是因为诞生了他 龙格才慢慢地接触到了其他人 自己一直都是他伪装的挡箭牌 龙格才是那个真正的胆小鬼 格勒拼尽全力地再次喊出了声 龙格 你就是个胆小鬼 龙格被格勒的一番话 刺激地说不出话来 他想起了过去周围人 对他的看法和评价 说他是故意伤害家人们 说他是个魔鬼 要离他远点 龙格受不了地将自己的脚拔了出来 然后便诞生了格勒 龙格想到这里 依旧不肯承认自己是个胆小鬼 格勒大吼着继续刺激他 如果觉得自己不是 那就去证明自己 就在龙格正住的刹那 火焰沙包离他越来越近 仙户被吊着 还依旧不忘打抱不平 毕竟龙格是个女孩子 烧坏了脸该怎么办 但是马上仙户便呆住了 只见龙格帅气地站在火光中 抬起手 单手接住了飞过来的火焰沙包 霸气侧漏地 助力在熊熊大虎中 双眼放光 对着众人说 他才不是胆小鬼 屋外是连绵不断的雨 水滴滴落在湖面 泛起圈圈连衣 湖中央有一座木屋 神医来到小时候格勒的家 让你们久等了 格勒的父亲急忙迎接 神医 快帮我女儿看看 他到底是得了什么怪力 神医不慌不忙 先别着急 让我先来说说这个价位 格勒的父亲 急躁地抓住他的衣领 别默默唧唧了 若能医治我完极 赏钱我定加倍于你 他揭开格勒头上的布条 两只红色的尖角 竖在格勒的额头上 神医你看 神医大害 这 这孩儿的头上 长了坚硬的义务 莫非是 格勒父母满脸担忧 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神医一本正经 骨质增生 格勒的父亲 立刻将他赶了出去 你家骨头 是特么正红色的 有请下一位神医 一个半大的少年 提出让他来看看 格勒的父亲 有些不太放心 你确定你可以吗 孩子 少年点头 请相信我 格勒的父亲 将他带到格勒身边 这就是我的女儿 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 看到格勒后 少年先是一惊 这事 然后开始为格勒把脉 格勒的母亲 满眼泪水 我女儿得的是什么病 能医治吗 少年面色凝重 他得的是兽头症 格勒的父亲大惊 怎么会 只是有两对角而已 少年继续说 我知道先生的疑惑 患有兽头症的人 大多数头部 会变成某种动物的样貌 也会有动物的其他特征 恋爱的兽头症 只是出奇 所以只有两对角 我会开出特制药方 来抑制样貌受化 但是这对鸡脚 已经来不及驱除了 两人虽无奈 但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 格勒的父亲道谢 谢谢小神医了 格勒的母亲 眼面哭泣 一个女孩子 长了对鸡脚 以后可怎么办 少年又开口提醒 还有一事 我想告诫二位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小神医 兽头症会给患者 带来一些特别的能力 如力大无穷 肩不可摧等等 和猛兽一样的特征 有的患者暴躁起来 会得周围造成不小破坏 也会伤及他人 格勒的父亲表示 这个可以放心 他们会控制住格勒 放心吧小神医 我们看管好他 就算他有猛兽的力气 我们也能控制住他 少年却有些忧虑 猛兽倒还好说 但看恋爱头上的鸡脚 更像是妖魔鬼怪之类的东西 日后要多加小心啊 多年后格勒渐渐长大 因为鸡脚他经常被人嘲笑 总有人在他路过时 窃窃私欲 你看那家伙 头上长脚了 哈哈 听说他得了瘦头症呢 会不会传染啊 离他远点吧 他好像的魔鬼哦 简直就是活生生的母叶叉 格勒沉着连走过 难听道话 继续传到他的耳朵里 格勒生气暴怒 他的鸡脚爆发出剧烈的火焰 你们统统给我闭嘴 巨大的火焰将那一片土地燃烧 这死丫头 难道还嫌给我添的麻烦不够多吗 人家说你两句怎么了 你这两天不要吃饭了 好好给我反省反省 格勒满身伤口 柴房门被关上 他听到父亲离开后说了一句 就怎么我家生了你这么个怪物 简直就是多余的 格勒猛地睁大眼睛 眼中泛起水光 连你们也觉得我是怪物 想起很久以前父母抱着自己 给他取名龙格 但是现在 这一切却都不在了 力量绝地而出 火焰再次蔓延开来 等格勒再次睁眼 房屋已经被大火笼罩 他站在大火前 怎么会 母亲守在重伤的父亲身旁 让格勒离开 你走吧 离开这个家 父亲躺在地上虚弱地咳嗽 格勒哭着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母亲闭上眼 眼泪流下 快走 走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 好好活下去 格勒含泪离开 天上挂着一轮明月 格勒无助地走着 都是你害的 他用力掰下自己头上的脚 不知走了多久 格勒来到一处树林 一只狗妖从河里抓住一条大鱼 看来有个小家伙饿了呢 这么大一条鱼我可吃不完 一起吃吧 你叫什么名字 格勒头上的鸡脚被包裹住 他的面貌现在如同八九岁的小女孩 我叫格勒 考场内火焰弥漫 龙格的身影逐渐变得清晰 先互震惊 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磁激素过剩吧 龙格的鸡脚燃起火焰 花莲考官皱起没 比刚才更热了 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尝尝我的火焰投掷吧 龙格准备将手中的沙包投出 却发现化成了一滩水 他嫌弃的甩甩手 融化掉的液体顺着龙格的手滴落 众人皆是惊诧 竟然融化掉了黄金沙包 就这么一个 接下来可怎么办 龙格头上的鸡脚和手臂都燃烧着火焰 他大步向前 又没说融掉沙包算犯规 接着哇 他伸出两只手 带起两边方向的熊熊火焰 我们继续完成比赛吧 追白镜和仙护 被方才的火焰烧得全身漆黑一片 两人身上冒着热气 便大后的他 好像不管别人的感受 压嘴考官挠了挠自己的脸 这下怎么弄啊 我可是第一天来上班 总考官也非常无语 如今的年轻人 怎么都不安套路出牌 难道就这样 看他们悠哉的跑完全程吗 发连考官提议 既然沙包已经没了 但是没有涉及到犯规 比赛仍要继续 虎头考官同意 作为考官的我们 不能随便让考生合格 这样有失 我们作为考官的职责 所以我提议 我们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来作为阻碍 考验场上的考生 绝不能让考生小瞧了咱们 在场考官纷纷表示同意 说的没错 不丢沙包也挺好 可以亮亮真正的伸手了 总考官握拳 全体教官都有 开始无规则阻碍考生 别让他们太得意忘形了 仙护抓狂 这哪是考验啊 这分明就是不想让我们合格啊 虎头教官率先攻击 让我开个好头吧 他飞身跃起 冲向仙护 速度之快 让人来不及反应 先尝尝饭钱小菜 拳头猛地击中仙护的脸 那一拳叫哑巴赤黄连 有苦难言拳 直接将仙护击飞出去 看到仙护被攻击 追白镜本想去帮忙 周深的金光却突然散去 经间所运行今生的气消耗殆尽了 察觉到不妙 追白镜猛地回头 发连考官撕开自己的衣服 他站在追白镜面前 身高高出了一个身子 听说你很硬 追白镜一愣 竟然把保甲钉在身体上 发连考官抬起拳 让你见识见识 我的发财拳 大富大贵 追白镜双手 抬起顶住教官的用力一击 巨大的压力 让追白镜脚下的地板碎裂开来 真是漏洞百出 考官一拳攻向追白镜 没有防护的地方 追白镜按道糟糕 身上受到重击 追白镜也被击飞了一段距离 这一拳叫小赚一笔 发连考官低头 我倒是要看看 我们谁更赢 龙格怀中抱着小灰 我们这边也遇到麻烦了 龙格却看着面前 半围绕着自己的教官 面色轻松 他歪了歪头 真是头一次这么受欢迎了 小灰担心 你能应付得了吗 龙格皱起眉 格勒不行 但我龙格可以 你最好变点什么先跑吧 小灰不太愿意 不 怎么可以 我还想在你的胸前多待一会 龙格轰一声 将他扔了出去 小灰躺在碎裂的地面中间 多么美丽的性格啊 龙格看着面前的考官 一起上吧 总考官嘲笑他的狂妄 发动自己的秘迹 鼓鼓神工术 巨大的白骨 从地面升起 将龙格包在中间 白骨聚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朵巨大的白骨莲花 这是秘迹骨肉相连 总考官身边的考官 纷纷一跃而起至半空中 他们手中射出锁链 封锁住白骨包 蜜蜂上行道 蜜蜂中间道 蜜蜂下行道 他们使出封印秘数 五迷三道 其中一个考官笑了 这个封印 可不是随必玩玩火就能破解的 骨肉相连里 龙格站在小灰上方 小灰不解 你这是在做什么 这样就不会烫到你了 龙格低下头 如果说正常的火焰破解不了 那鬼火呢 紫色的火焰从龙格身上燃起 他伸出手 紫红色的鬼火 冲开白骨和蜂蜜 总考官看着自己的秘数被冲破 白骨莲花被从中间破开 裂成两半 什么 这火焰竟然产生强烈的含义 龙格和小灰从火焰中走出 该轮到我们了 另一边 追白镜摇摇晃晃站起身 发脸考官身形巨大 在他面前 怎么 没精神就不行了吗 追白镜长舒一口气 将自己的头发竖起 即使我不用精神 也能打倒你 发脸考官毫不在乎 口气倒是不小 仙虎那边 虎头考官落地 我终于找到合适的机会 干掉你了 他慢慢闭进仙虎 仙虎扶着腰战起身 你究竟是谁 虎头考官看着他 为了杀你 我可是挨了一剑呢 仙虎皱起眉 难道你是刚才考场外面那个人 他想起 方才考场外 被剑气折断的剑士 穿着树干玩偶服的男人 手拿弓箭 竟敢坏我好事 我绝不饶恕 天虎冷笑 你还是过好你自己吧 下一秒 剑士回转的方向 男人一愣 回旋剑法 剑士穿过他的裤子 将他整个人射飞到天上去 虎头教官承认 没错 就是我 暗杀王地虎 先护佩服 令根子重剑 还坚持暗杀 不愧是暗杀王 那到底是谁派你来暗杀我 地虎沉下脸 本来是想活捉你 但是 我已经没那耐心了 他身后传来猛虎的咆哮声 一只巨大的猛虎 在他身后化形 下地狱之后 你自己去问阎王马 先护并未坐以待毙 他握拳瞪着地虎 既然是传说中的暗杀王 那我只能搏一搏了 他从裤子后面拿出一本书 刚刚我趁倒下的时候 学了一招 不知道临阵魔枪管不管用 受死吧 先护 地虎带着身后咆哮的猛虎幻影 向仙护走去 仙护双腿岔开 站定身子 做出防御的姿势 他发动秘迹 周身先力大涨 让你见识见识 我真正的威力吧 苍龙神功之屠龙姿态 强大的气息 带着仙护的一百分飞 气势之强大 让地虎大惊 这招不是五尊独有的 传说中的绝招吗 这小子怎么会 仙护大喊 变身吧 巨大的爆炸声传来 白烟裹出仙护 地虎急忙做出防御的姿势 防止自己被强大的力量击飞 好强的样子 屠龙姿态 到底是什么样的绝世武功 漫天的烟尘散去 仙护的身影逐渐变得清晰 他穿着一套厨师服 手中拿着菜刀站在原地 闪亮登场 地虎愣在原地 仙护将身上的厨师服扔掉 抱歉 好像是系统出了故障 再等我两分钟 他重新咆哮大喊 屠龙姿态 下一秒 铁拳砸在仙护面门 切 再说什么鬼话 我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 还没有在这偌大的江湖上 掀起小浪花 他支撑着自己 勉强爬起身 我怎么可以轻易倒下 仙护扯掉自己身上的外套 站起身 一脸不甘地瞪着地虎 一只铁拳铜 追白镜的拳头相对 发出砰一声巨响 追白镜皱眉 看着发联考官 无数道拳头 如雨点般 从发联考官身边落下 他使出密集发财 全知财源滚滚 地虎也不甘示弱 向仙护发起猛烈进攻 猛虎破颜连弹 两边同时展开猛烈攻势 追白镜和仙护两人身形飞快 竟是躲过了全部的攻击 发联考官和地虎都是一愣 什么 发联考官看着追白镜 完美避开所有拳头 这小子虽然看起来反应迟钝 但是他的眼睛 竟然看透了 我全部攻击入术 而另一边的仙护 鼻青脸肿 明明所有的拳头都击中了他 竟然还能站起来 仙护心中暗自得意 这个蠢蛋还不知道我的计划 要发动屠龙姿态 必须要打通浑身经脉 否则就会像刚才那样 变成了奇葩 所以利用他的拳头 来打通我的经脉 简直就是绝妙的主意 下一秒 地虎举起拳头 猛地向仙护袭来 仙护早已准备好 承受这一击 挨上这一拳 就差不多可以了吧 地虎却突然张开手 成了爪子的样子 猛虎掏心抓 仙护面色一变 拳呢 为什么突然变成了掏心爪 这样下去 经脉打不通 自己也使不出屠龙姿态 那一招 猛地向仙护抓去 地虎的手臂 从仙护胸口穿过 整个身子被举起 仙护浑身颤抖着 也难怪啊 故事的剧情 不就是应该出人意料吗 只见仙护直挺挺地 倒在了地上 老虎暗杀者立在他的身边 见他一动不动 老虎暗杀者 露出开心的两只灯泡眼 终于亲手干掉了仙护 终于能在母鳄鱼那儿 要舞扬威了 另外一边的龙格 正在和花脸击杀者 互相对着喷壶 场面十分热烈 龙格一点面子 都不给花脸击杀者 简直把他当成靶子 花脸击杀者当下觉得 一定要和龙格拼个你死我活 但是他好像对自己 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他正在压嘴击杀者 和鸡嘴击杀者 左右搀扶着 两个人纷纷开口劝他 最好不要冲动 留给他们的衣服不多了 再这样下去 可能就要被打马赛克了 但龙格却没打算就此罢休 小灰的超级便便便知大熊猫雕像 倒不只是一个屁股 这真是一件危险的差事 击杀者们在被砸的间隙思考着 这份工作也不是非做不可 但还是被无情地砸在了熊猫屁股下面 小灰轻飘飘地落在了重击杀者上面 龙格看到了小灰的本体 被蒙得直接现了原形 只见长长的恶魔鸡脚 便回了短短的像小狗耳朵一样的鸡脚 格勒一脸猛逼地跪倒在了地上 惹人怜爱 小灰立刻变成花痴状 跟着小短腿飞奔到格勒面前 询问他是否有事 而格勒对小灰也有滤镜 刚才的事情让格勒以为他是个大侠 但是他似乎还不太清楚 现在是什么情况 小灰赶紧解释 现在已经是十六级了 但这并不重要 他们必须要抓紧离开这里 另外一边 追白静和发财击杀者也打得火热 他被打得连连后退 但仍不屈不挠 发财击杀者见状 不以为意地夸了一句 但他还是没忍住嘲讽了几句 追加的少爷 竟然像老鼠一样 窜来窜去 也不如此 甚至发出致命嘲讽 想必他的父亲也是个窝囊废 同时 发财击杀者 也不打算和追白静继续耗下去 他举起手臂 准备发出最强的击杀 然后期待看到 追白静羞愧的倒下 他深吸一口气 腾空跃起 风一样挥舞着拳头 喊出最强击杀的名字 最强发财 全之富可敌国 真是个接地气的名字 但追白静并没有慌 他淡定地喊出了金甲 紧接着 轴身立刻变成金黄色 电光火石之间 发财击杀者的拳头 已经到了追白静的面前 看起来威力无比 但是追白静竟然没费吹灰之力 就将发财击杀者击败 并警告他 再侮辱他的父亲 下场不仅仅是这样 然后追白静就收了神通 累得腰都弯了 晃晃荡荡地站着 突然有人开口 叫住了追白静 原来是刚才 将先户达到的老虎暗杀者 他正嚣张地 看着追白静的背影 口出狂言 按道理 应该先干掉追白静 因为他实在是太强太矮实了 但追白静似乎是太累了 他甚至觉得 是自己出现幻觉了 都没想到 是有人在挑衅他 气得老虎暗杀者直跳脚 对着追白静 跳起来奋力一击 对他来说 这个白毛实在是太矮眼了 好像感受到了掌风 追白静猛地回头 看见了停在自己眼前的手掌 那个手掌 只见追白静淡定地喊了一声 只见先户的手掌 也停在了不远处 原来当觉醒了屠龙状态时 苍龙神功 这本秘籍里的武功 才能发挥真正的实力 而且身体也会得到重生 所以先户根本没死 这下轮到老虎暗杀者无语了 先户怎么跟小强一样弯强 怎么都杀不死 追白静现在也使不上力气了 但是先户并没打算放弃 一边努力地向追白静爬过去 一边不停地给暗杀者洗脑 周围的状况 遍遍遍只熊猫锤 砸在了老虎暗杀者的脸上 小灰骄傲地站在格勒的肩膀 二人可可爱爱地炫耀着自己的实力 现在的情况对他们还算有利 追白静扶起先户 要趁着现在赶紧跑完全程 还不枉给先户打气 先户倒是不以为然 伤口好像已经没那么疼了 骷髅击杀者看见情笔金剑的二人 出声告诉他们 其实在考关你心里 他们已经合格了 但规则就是规则 自己也只能助他们好运了 仅剩的四个人互相打气 准备继续跑完全程 前面就是终点了 就连三个差一点 就打马赛克的击杀者 都在为他们加油 也不知道是谁刚才 对他们那么狠 几个人慢慢地接近终点 眼看只有五米就到终点了 有个人在他们后面 悄悄地走出来 只见天上莫名其妙地 出现了的太阳 刚才走出来的那个人 戴着面具 使出了最强的一招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把他们全部干掉 只见那人腾空跃起 狠狠地发出招式 原来这人是神射手地虎 骷髅击杀者健壮 以为他是要把考场都炸平 追白净意识到 大家根本来不及逃跑 龙阁甚至想让小灰 变成盾牌保护大家 但是小灰不想当炮灰 突然他们三个人 感受到一股力量 原来是仙护再次使出了龙椅 只见他们三人 纷纷越过了终点线 追白净回头大喊一声仙护 仙护一个人 接住了刚才的白色太阳 一边发力 一边发出咆哮 如果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 那他根本就不配做帮助 仙护用身体硬扛下了地虎的招数 连地虎都觉得 仙护是不是没长大吗 仙护慢慢地蓄力 慢慢地 他的武力值叠满了 骷髅暗杀者不禁发出疑问 传说中的暗杀王地虎 为何在考场里 这也太犯规了吧 但是仙护确实接到了地虎的绝招 地虎也不甘示弱 再次奋力出击 一阵火光带闪电 其他三个人都在为仙护担心 地虎甚至提前发出了变态的笑声 好像是在庆祝自己 将仙护杀了 格亦洋洋地想着 仙护一定是死透了 除非他吃了大孩丹 否则他肯定活不了 毕竟他没有主角走狱 话还没说完 就被打脸了 屠龙形态的仙护 从废墟中站了起来 走向众人 追白镜眯着眼睛 不知道这人是谁 格勒和小灰已经开始崇拜 仙护站在地虎面前 嚣张地告诉他 地狱并不欢迎自己 地虎已经目瞪口呆 无敌状态 他召唤出屠龙刀 毫不留情面地 斩断了地虎的招数 一边大喊 一边被仙护击飞 但是他并不打算放弃 决定使出自爆的招数 猛虎炸弹 就算是下地狱 也要带上这里的所有人 击杀者们到底是也没惹到谁 无辜受难 只能拼命地逃跑 但是地虎的炸弹 是创神者的超级炸弹 根本跑不掉的 但马上他又被打脸了 仙护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一个兰花指 手起刀出 轰隆隆地将考场炸坏了 外面的人纷纷疑惑 倒地怎么了 就有人跑过来报告天狐 暗杀王帝虎和仙护打起来了 天狐看着被炸落的考场陷入沉思 还是通知皇家捕头吧 打成这样 怕是自己要下岗了 皇家捕头这边 一个捕头慌慌张张地冲进房间 告诉总捕头龙门戳考场打起来了 龙门戳黑着脸站起来 边走边骂人 追府里 追无情正在练武 但是他又把铁装踢碎了 管家开始唠叨 这已经是第十六个了 不然换的材料吧 铁的似乎还不够坚硬 追无情似乎觉得有道理 毕竟无论什么材料 都没有追白镜的精神坚硬 说到这里 他甚至有点想他儿子了 不知道他考得怎么样 考砸了 有他好看的 考场里的追白镜突然一身冷汗 以为是自己太虚弱了 他转身去别处看看 仙护站在阴影里 看着被自己打败的暗杀王 开始思考 是不是积极做得过头了 随后 天狐便来质问众人 这个窟窿倒地是谁的 众人纷纷指向地狐 但天狐却在思考 能把地狐伤成这样 武功一定很高 面前的这几个小鬼不简单 但是不简单的小鬼 正光着上身互相观察 天狐通知大家 皇家捕头会过来处理地狐 但是他们几个人 也难逃其讲究 所以一今年的考试 自己就被出去了 追白镜登时大怒 但天狐却振振有词 因为地狐的出现 和考场的破坏 都与他们脱不了干系 念在他们还是孩子 就只是取消资格 让他们明年再来考试 众人想打死天狐的心都有了 天狐甚至还凉凉地祝他们好运 先胡听到明年再来 灯时心凉了半截 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 他竟然还是没有把握住 追白镜也是如此 追吴晴让他今年务必考进帮派 去年因为没来得及报名 就耽误了一年 今年要是再考不上 他父亲免不了就是一顿毒打 格勒想考的是 全市女生的帮派雷斯物 因为那里对他来说 或许是个不错的庇护所 还是怪自己太弱了 小灰健壮 赶紧出声安慰他 已经很棒了 还说自己和格勒差不多 也想考的是雷斯物 瞬间觉得好可惜 先胡唯一的梦想 就是成为像武尊一样的盖世帮主 可现在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在一旁的骷髅击杀者 有些心软 主动提出来给他们一条名路 先胡立马抬头 询问他 是不是还有机会当帮主 骷髅击杀者 先是肯定了他们的优秀和努力 随后拿出一张薄薄的纸 是他曾经受人所托 总结的帮主速成攻略 但他发现 即使方法很清晰 没有实力 也是在浪费时间 不如将这个攻略 送给先胡 先胡立刻感激的手下 骷髅击杀者表示 上面的方法 一定会帮到先胡的 就这样 骷髅击杀者 云淡风轻地 穿着差点马赛克的衣服离开了 先胡拿着攻略 要去擦泪液 追白静出声提醒 这样会弄施攻略的 帮派考试 就这样告一段落 但此事导致考场被破坏 考生不得不转到其他考场 考场负责人天胡 引咎请辞 暗杀王帝虎 也被关进大牢 与此事件有关的 四名考生 被取消考试资格 这是对这次事件的 最后判决 不过先胡和帝虎的一战 仍然是被挂钩为流传 很多人还是不相信 先胡能够打败帝虎 听着这些议论 母鳄与九娘 决定亲自出马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 先胡正在努力研究 是他很怀疑 只见先胡将攻略踩在了脚下 发出感叹 机智如他 为何没想到这种方法 追白镜不禁发问 是方法很冒险吗 原来攻略上说 有两条路可以成为帮主 第一种就是参加各种科举 各帮派通过各种考试 来选拔入帮成员 之后需要通过个人努力 在帮派里努力升职 直到当上帮主 但如今的小帮派 一直在被大帮派吞并 即使当上了帮主 也只是大帮派下面的 小帮派的帮主 并没有什么意思 第二种就是注册帮派 先成立自己的团队 通过传统野战的方式 壮大自己的队伍 当在江湖中 有一定名声的时候 就可以到江湖理事会 直接申请注册 这个攻略上 还写了对传统战术的 具体的方案 小灰出声泼冷水 说得容易做得难 而且风险很大 但先胡却很有信心 趁着年轻 为了梦想冒险 总好过后悔一辈子 所以他想正式组建团队 邀请他们加入 格勒第一个踊跃报名 他觉得大家都很亲切 小灰紧跟起后 并违心地说 我也喜欢和大家在一起 但心里想的确实 其实是只想和格勒待在一起 先胡满怀期待地问追白镜 并且自信地说 他一定会加入的 但追白镜却拒绝了 随即道出了原因 他父亲让他必须考取名门正牌 否则就只能一辈子 做他的练武工具 所以他并不能擅自做主 先胡惊讶 追白镜竟然是练武工具 另一边 管家和追吴卿汇报 追白镜的情况 他以为追白镜又和上次一样 错过了报考时间 并扬言要是这样 就赶紧给他准备管材吧 管家疯狂摇手 少爷没有错过 少爷只是被除名了 追吴卿的脸 刹那间就变黑了 然后天雷勾地火 追吴卿的怒气 差点将管家刮跑 他连忙让他家老爷息怒 但追吴卿却无情地说 他这并不是愤怒 而且想到他可以练成绝世神功而兴奋 管家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 追吴卿更无情地说了一句 这便就当是追白镜对他的孝顺之情了 为他的武功献身吧 另一头 四人小分队正在汗征 先户听到追白镜说 追吴卿把他打造成金刚不坏之身体 就是为了练成神功 这还是一个父亲会做的事吗 小灰也好奇 追白镜的父亲到底练的是什么武功 竟然需要自己的儿子献出身体 原来追白镜的父亲正在追求的 是他独创的奥义 需要击打金刚不坏之躯666天的 六亲不认全 先户觉得 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谁也招架不住 甚至格勒也觉得 追白镜的父亲比自己的父亲还要过分 追白镜对自己不能与他们同性表示歉意 其实他真的很像和仙户一起闯荡江湖 仙户有所触动 静谧的夜晚 仙户因找不到茅厕而着急 看到一位大叔便上前询问 大叔指了指前方 仙户刚想道谢 发现了前面站着的这些羊駝 没想到汉征馆后面竟然还有羊駝 大叔却开始跟他讲故事 但是仙户还在着急上茅厕 大叔还在慢悠悠地讲着他和这些羊駝的渊源 仙户却觉得把他们带回家很麻烦 但大叔并不这么觉得 他觉得羊駝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留下来 但是仙户却觉得 好像是大叔故意来跟他说这些的 仙户在茅厕里反复思考追白镜的话 他真的很想和仙户一起闯荡江湖 以及当时追白镜的样子 突然发疯 发誓一定要把追白镜留在身边 然后他就把厕所炸了 因为他没控制住自己的丹田之气 于是他也溜之大吉 忧深的巷子口 众人正在送别追白镜 格勒再次出言挽留 但追白镜还是婉拒了 小灰发现一直不见仙户的身影 仙户这时才大喊着 骑着羊駝飞班来 原来他跟大叔借了羊駝 大叔嘱咐他 要好好对待羊駝 毕竟他们很害羞 很老实 羊駝载着仙户狂班来 并使出龙影 小灰顿时觉得 不如退出吧 几个人被仙户弄上了羊駝 追白镜惊讶到 自己还要回家 没想到仙户却说 想让他去一个了不起的帮派 那自己就去想他证明 自己才是最佳人选 没等追白镜感动完 羊駝就拉着他们呼啸而去 留下一群人在后面干瞪眼 先护意气风发 向着追赴前进吧 这是一个人才辈出 群雄并起的武林事件 想做大侠却不是依靠 舞蹈弄枪一流 拳脚功夫过硬 和谐社会 当今武林流行的是 科举志 曾经有一名武尊 在高手如云的混乱江湖中 登上了武林至尊的宝座 后来不知为何神秘失踪 只留下了一枚珍贵的大环丹 能让人增长数百倍功力 一时间江湖人士分之踏来 都想争夺大环丹 成为下一个备受瞩目的人 争斗就此开始 一座山林野外 江湖道娘百里雪燕千里奔袭 她首先凭借高超轻功 获得了大环丹的宝盒 正在暗自欣喜之时 一把宝剑拦截而来 深入地面几寸 没想到竟然有人能追上她 即使道娘轻功天下无双 但山人自有妙计 毕竟在高超的秦宫 也比不上滴滴马车 剑没有机会继续跑掉 百里雪燕露出了一副笑容 看看这是谁啊 玉龙剑的主人 大名鼎鼎的玉龙门 黑凤雷门主 看着面前转移话题的女人 黑凤雷不愿多言 自古正邪不两立 何况设计利益更不能手软 名人不说暗话 她正是为了大环丹而来 识相的话赶快交出来 免得刀剑无眼 死伤不论 到手的鸭子 怎么可能放跑 自制不敌黑凤雷 但也不愿双手奉上 这来之不易的宝贝 百里雪燕心生一剂 开始搔手梦姿 展现自己的魅力 试图通过美色 来诱惑放她一马 这位门主也是狠人 虽然心中动心不已 但也明白 孰轻孰重 强忍住自己的悸动 快刀斩乱麻 蓄力使出了一剂大招 一道闪电般的光芒闪过 见光贯穿了对方的身体 美女缓缓倒下 就如此香香郁郁 还嘴硬着姿色 根本动摇不了 其实已经流出了鼻血 看样子也很是激动 既然拿到了大环丹 也是不需此行 背后人影冷笑一声 现在下结论 未免太早了 黑凤雷面色巨变 怎么会有人知晓自己的行踪 骇然转过身去 面前是一副邪义脸谱 莫非他就是传说中的幻术之魔 江湖人称笑面孙 诡异的血红色面具 尖利的獠牙 眼睛里黄色的圆圈 让人沉迷 黑凤雷根本就没有抵抗的能力 直接被幻术 拉进了最深的欲望 梦境里到娘百里血焰 卷土归来 这次他再也不能抵抗 沉沦在自己的梦境中 吐血三惊 气血上冲而亡 而笑面孙脸上挂着诡异的微笑 快步离开现场 这一下大环丹是他的了 刚没走出几步 就被另一个声音喝住 背后一个手中握剑的人拦住了他 他方才听到了二人的争夺 现在要效仿渔翁得力 抢夺大环丹 看笑面孙震惊之余 对方自爆家门 他正是地煞帮长老 江湖人称暗黑地狱使者 可惜笑面孙不是个有礼貌的人 在对方没自我介绍完时 就发动了攻击 双手上下翻飞不好迷幻阵法 身上玄妙气息喷不而出 使出他的杀手锏惊魂大法 要让对手惊绝人亡 可对手好似完全不受控制 还是禁止向他攻篮 身上宝剑出鞘 就要直取首级 这招式在他身上就像吹吹风 感受不到丝毫的存在 这是笑面孙难以置信的 他的幻术可以说是天下第一 就算是武尊本人也不敢轻视 而他为何毫无反应 这不科学 只能怪他没礼貌 不听完对方的自我介绍 他是江湖人称黑暗地狱使者 而另一个别名是盲剑客 双目失明不见天日 在正闷的刹那 锋利的剑已经近在咫尺 笑面孙瞪大双眼 没想到自己的生命会在这里结束 被如此轻易地干掉了 这是命数 一切都是命数 安息吧 送走了对手 王剑客抢走了大环丹的宝盒 转身飞尸而去 留下一地尸骸 但正应了他方才的话 又是命运弄人 他双目失明 耳畔都是丰盛 完全忽视了自己身在马路中央 一辆大卡车飞驰而过 马车上的人躲闪不及 直接把他撞飞 留下一具嚣张的走路不长眼 扬长而去 而装着宝屋的盒子也在撞击中 脱手而出 掉落山下 顺着牙壁不断滚落 最终掉到了一个草鞋少年的脚边 爆炸头少年身上 背着行军包 头上扎着红色头戴 正疑惑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诡异地从山上掉下来了 难道天上不仅会掉馅饼 还会掉盒子不成 时间回到一天前 云国城内一片祥和 一切看起来都生机盎然 而故事的主角很幸运 生活在云国这座城市中 被评为十大贫困村的乐观村 而他就是乐观村的村民 名叫仙户 虽然他自小无父无母 一穷二白 只有他父母留下的头戴 但村子里的人心很齐 共同抚养他 长大成人 也从村子里的书白口中 了解到了武林至尊的事迹 从此 他的梦想就是成为盖世帮主 成奸除恶 维护正义 只有这样 他才能扬名世界 才能让大家看见 摘下头戴之后的心形胎记 让父母看到当年遗弃的孩子 现在是多么优秀 他自小发下宏愿 此后败师学艺 向村中著名的飞刀门学习武功 托尼老师向他展示高超的 人体描边技术之后 他就深深地崇拜了他 托尼自称天下第一 学费贵一些也是自然 说着将手中的飞刀递到他手中 让他作为练习 来扎头顶的苹果 小仙护下定决心 一定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拿着飞刀褚蜂满志 忽然他灵机一动 这个飞刀太小了 打不中 不如换个大一点的 看着仙护手中举着的巨型飞刀 托尼老师慌了神 赶紧让他等一下 但处处茅庐的孩子 没轻没重 一招就让年轻的师父 魂归故里 享年不知多少岁 村里人都觉得他有点飙 没人再敢收他为徒了 小仙护只好自己独自练习 就算有人嘲笑也不放弃 直到这一天 命运的齿轮开始了转动 有村民急匆匆来见村长 村里出了大事 村长叫他不要惊慌 乐观村一向以乐观著称 有什么需要大呼小叫的 原来是村里经济情况不好 今年已经买不起粮食种子了 如果没办法完成耕种 粮食会紧缺饿死许多人 村长还想听之认之 叫大家乐观一点 要是这么乐观下去 村民就要回去开选举大会 选新的村长啊 他立刻变了脸色 拦住了小燕飞的村民 赶快把村民代表叫来 他有大事需要商议 变脸速度极快 很快村中聚一听中就坐满了人 几位村民代表相顾无言 气氛非常凝重 既然村长叫大家过来 莫不是想出了应对之策吗 村长双眼闪烁着金光 没错 他当然想到了办法 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都在等他给一个答案 村长娓娓道来 当今乱世帮派众多 江湖争斗不休 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活 只有加入帮派才能得到保障 还能招商引资发展重大 难道村长是想让他们加入帮派吗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但由于想加入的人太多 现在各大帮派人数泛滥 为了裁员控制之初 帮派已经采取了科举制 他们这些村民 难道还为了村子的未来 参加考试不成 此言一出 几位村民代表脸色都是一变 红发大哥正是因为恐惧读书学习 才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偏僻小镇放牛 熊熊更是因为自小就笨 发誓不再碰书本 正所谓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其实村长不是让他们去考学 村子里还有一批年轻人 也是时候让他们做些什么了 乐观村内 线下集合了数名青年才俊 一声令下个人者盾 等待村长训话 村长轻轻嗓子对大家讲 现在乐观村因为极度贫穷而危在旦夕 需要村中有资质的青年考取帮派 成为一代大侠造福村里 听到村长的话 鲜护的眼睛里闪烁着梦想的光芒 另一旁的青年花无蟹 却想到了经费 这一点不用他们担心 虽然村子依旧贫困 再穷也为他们准备了盘缠 桌面上的两袋钱 是全村上下为他们筹集的资金 但由于资金有限 只够两个人的分 看样子是要他们五个人 竞争出有限的名额 也就是五选二的争夺 村长表示 这次比赛要贯彻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首先由他评选出一名保送者 剩下的一个名额 就有比赛决定 在规定的四项工作内 谁先完成谁就获胜 而凭起见四位参赛者 要进行才艺展示 获得工作的优先选择权 几个人心中各有各的想法 有人想获得最简单的工作 有人则想获取 自己最擅长的工作 而先户脑子里 只想着自己能否保送 接下来就到了 宣布保送者的时候了 几人站成一排 激动地等待着 接下来教导的名字 让大家意外的是 五个人中唯一的女生 慕念一被选中了 先户在一旁僵硬的鼓掌 显然是没有料到 不过事已至此 一旁的花无蟹 也找到了理由 作为团队里唯一的女生 被保送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现实显然比他想象的更骨感 慕念一开心地比了个心 谢谢爹 村长也欣然回了一个爱心 原来只是由于明显的亲缘关系 花无蟹被雷到吐血 但时不我待 下面就要开始才艺展示了 一声令下 首先开始表演的是 黑猫猫不白 他向大家谦虚一礼 随后伸出利爪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瞬间连发多招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众人看着残破不堪的台阶 都有点无语 他的意图很明确 明显就是在磨爪子吧 猫胸的收招确实有些帅 可明显没给大家多少震撼 下一位上场的青年 力大无比 只见铁钉钉单手举起一块巨石 他的意图也很明确 对于石头的工作 势在必得 而接下来的这位 就是前面非常抢戏的 可以说做到飞花斋叶 皆可伤人 这花里胡哨 但非常美丽的招式 明显获得了 场上唯一女生的芳心 村长也震惊于 他内功的身后 这个青年不简单啊 而最后就轮到了仙户 他上场时信心满满 给人一种势在必得的气势 村长暗暗为他担心 他从小无父无母 不知他能够表现如何 而花无谢也担心 这小子看着不起眼 但如此自信 也许真的是深藏不落呢 这时仙户信心满满 举手投足 势头很足 其手先打了几个手势 周围大家一阵震惊 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忍术吧 而仙户却缓缓地翻起了花绳 一旁的花无谢气到凸鞋 除了这个仙户 唯一能展示的就是飞刀了 听到飞刀这两个字 村长赶紧让他算了 不出所料 排名过后 仙户排在最末 前三名都选择了 他们最擅长的工作 而仙户只能闻到最苦的工作 十份 望着开发区一整个山头 他原本还以为没有多少份 没想到整个山头都是马赛克 这座山究竟经历了什么 仙户暗暗给自己打气 为了梦想 他不具困难 弯下腰努力干着手头的工作 这时就回到了最开始 盒子从山上落在仙户脚边 另一头 追寻大环丹的人没有放弃 通过气味和脚印 二人遵循着线索 推测出捡走丹药的人并不会武功 此人嗅觉十分灵敏 这次不敢多闻 原因则是 这座山奇臭无比 山下的小屋中 仙户正看着盒子发呆 他多希望盒子里是一盒银票 因为拿起来太轻了 肯定没有银子 天不随人愿 打开盒子他发现 只有臭轰轰的一团腐烂物质 仙户沉没 仙户冲出房门 一脚踢飞盒子 去死吧 世界上竟然有往盒子里拉屎的人 真是可恶 回到屋里 却见到地上落着一本书 是刚才不小心从盒子里调出来的吗 他蹲下捡起 上面写着苍龙神功 看似是一本武功秘籍 看到封面上别的武尊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秘籍吗 另一边的花无蟹效率极高 他轻轻吹动笛子 树上的树枝就一个个被打落 地上满满灯灯都是落下的柴火 只需要一天半的时间就能完成了 闲来无事 慕念一来找他聊聊天 很明显是心中有他 花无蟹看出他有心事 贴心地询问 没想到自己的心思被发现了 慕念一一愣 虽然猛然扑到男生怀中 力气还很大 可男生还是温柔地关心着他 是不是有人欺负他了 这倒不是 只是女孩想把名额留给心动的男生 但村长父亲并不同意 而他却只想和花无蟹在一起 花无蟹让他安心 他明白师妹的心意 这场竞争他实在必得不容有失 看着要黑化了 这头的仙护还在看着秘籍出神 村长则是一头雾水 这小子拿本武尊的杂志让他看什么 这原来是杂志不是秘籍 难道真的是他想多了 而村长是认为 真正的秘籍是人人争抢的东西 就像武尊留下的秘籍还附带一个大环丹 不过时间这么久了 应该发霉变臭了吧 听完村长没心没肺的发言 仙护突然回想起了 他刚才一脚踹飞的盒子内 那驼不明物质 不会就是带给很多人杀身之祸的大环丹吧 想到此处他一个急不猛冲 转身就不见了 一想起刚才就是大环丹 他浑身有力 而再就在这档口 一只野狗路过 把盒子里这堆东西吃了个干净 还偶了一下扬长而去 回到刚刚作案场地的仙护 到处也找不到大环丹 自己的任务还没做完 又错失了成为高手的机会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大环丹 刚刚追杀的追兵也找到了他 两个人如黑白金刚一样站在他眼前 仙护还不明白这二人是做什么的 在他们得意洋洋的自我介绍时 转身就溜了个眉影 看样子这两个人就不好惹 他还是先溜围镜 他可跑不过武林任势 一击泰山压顶就给他打得吐血 像拖死狗一下拖回了驻地 等仙护悠悠转醒之时 就受到了二人逼问大环丹的毒打 他被打得口齿不清 但他真的不知道大环丹在什么地方 刚刚他还在找呢 而这却被二人当成了嘴硬 又是一顿暴揍 既然问不出还是先吃饭吧 两个人动作同步互相谦让 在喝完一口汤之后 也很同步地飞身出门暴数呕吐 师兄的手艺实在太差了 比刑剧还让人难以忍受 既然这么难以忍受 不如用来逼问犯人 于是无辜的仙护就被硬灌下了 一碗难喝的狗肉汤 无巧不成说 那只倒霉的狗 就是方才吃过大环丹那只 看着敌人嘲讽的面容 仙护只觉得身体有力量不断续击 变成一道能量光柱爆发开来 敌人也被巨大的能量甩出几里外 而仙护更是 直接变成了超级赛亚人 武力值有如实质蹭蹭往上涨 两人对视一眼都想到了大环丹 可他们完全打不过现在的仙护 被仙护猛踹好几脚 趴在地上大声让同伴喊人 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师弟打响了信号枪 而看见信号枪冒出的烟花 仙护忽然想到了 自己被遗弃时的场面 一时间情感波动巨大 便回了原来的自己 这下他死定了 飞机空头来一个巨大的物资包 里面跑出一群帮派人士 叫嚣着要把他抓走 还是赶紧跑吧 屋外是连绵不断的雨 水滴滴落在湖面 泛起圈圈涟漪 湖中央有一座木屋 神医来到小时候格勒的家 让你们久等了 格勒的父亲急忙迎接 神医 快帮我女儿看看 她到底是得了什么怪力 神医不慌不忙 先别着急 让我先来说说这个价位 格勒的父亲急躁地抓住她的衣领 别默默唧唧了 若能医治我儿顽疾 赏钱我定加倍于你 她揭开格勒头上的布条 两只红色的尖角 竖在格勒的额头上 神医你看 神医大害 这 这孩儿的头上长了坚硬的义物 莫非是 格勒父母满脸担忧 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神医一本正经 骨质增生 格勒的父亲 立刻将他赶了出去 你家骨头是特么正红色的 有请下一位神医 一个半大的少年 提出让他来看看 格勒的父亲 有些不太放心 你确定你可以吗 孩子 少年点头 请相信我 格勒的父亲 将他带到格勒身边 这就是我的女儿 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 看到格勒后 少年先是一惊 这事 然后开始为格勒把脉 格勒的母亲 满眼泪水 我女儿得的是什么病能医治吗 少年面色凝重 他得的是兽头症 格勒的父亲大惊 怎么会 只是有两对脚而已 少年继续说 我知道先生的疑惑 患有兽头症的人 大多数头部 会变成某种动物的样貌 也会有动物的其他特征 恋爱的兽头症 只是出奇 所以只有两对脚 我会开出特制药方 来抑制样貌受化 但是这对鸡脚 已经来不及去除了 两人虽无奈 但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 格勒的父亲道谢 谢谢小神医了 格勒的母亲眼面哭泣 一个女孩子长了对鸡脚 以后可怎么办啊 少年又开口提醒 还有一事 我想告诫二位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小神医 兽头症会给患者 带来一些特别的能力 如力大无穷 肩不可摧等等 和猛兽一样的特征 有的患者暴躁起来 会给周围造成不小破坏 也会伤及他人 格勒的父亲表示 这个可以放心 他们会控制住格勒 放心吧小神医 我们看管好他 就算他有猛兽的力气 我们也能控制住他 少年却有些忧虑 猛兽倒还好说 但看恋爱头上的鸡脚 更像是妖魔鬼怪之类的东西 日后要多加小心啊 多年后 格勒渐渐长大 因为鸡脚他经常被人嘲笑 总有人在他路过时 窃窃私欲 你看那家伙 头上长脚了 哈哈 听说他得了兽头症呢 会不会传染啊 离他远点吧 他好像的魔鬼哦 简直就是活生生的母叶叉 格勒沉着连走过 难听道话 继续传到他的耳朵里 格勒生气暴怒 他的鸡脚爆发出剧烈的火焰 你们统统给我闭嘴 巨大的火焰将那一片土地燃烧 又一次没能控制好 自己的理论闯祸后 格勒被父亲狠狠责骂 关进了柴房 鞭子狠狠打在他身上 你这死丫头 难道还嫌给我添的麻烦不够多吗 人家说你两句怎么了 你这两天不要吃饭了 好好给我反省反省 格勒满身伤口 柴房门被关上 他听到父亲离开后说了一句 就怎么我家生了你这么个怪物 简直就是多余的 格勒猛地睁大眼睛 眼中泛起水光 连你们也觉得我是怪物 想起很久以前父母抱着自己 给他取名龙格 但是现在 这一切却都不在了 力量绝地而出 火焰再次蔓延开来 等格勒再次睁眼 房屋已经被大火笼罩 他站在大火前 怎么会 母亲守在重伤的父亲身旁 让格勒离开 你走吧 离开这个家 父亲躺在地上虚弱地咳嗽 格勒哭着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母亲闭上眼 眼泪流下 快走 走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 好好活下去 格勒含泪离开 天上挂着一轮明月 格勒无助地走着 都是你害的 他用力掰下自己头上的脚 不知走了多久 格勒来到一处树林 一只狗妖从河里抓住一条大鱼 抓上来的大家伙呢 格勒走到他身边舔了舔嘴唇 狗妖耸耸鼻子抬起头 看来有个小家伙饿了呢 这么大一条鱼我可吃不完 一起吃吧 你叫什么名字 格勒头上的鸡脚被包裹住 他的面貌现在如同八九岁的小女孩 我叫格勒 考场内火焰弥漫 龙格的身影逐渐变得清晰 先护震惊 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雌激素过剩吧 龙格的鸡脚燃起火焰 花莲考官皱起眉 比刚才更热了 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尝尝我的火焰投掷吧 龙格准备将手中的沙包投出 却发现化成了一滩水 他嫌弃地甩甩手 融化掉的液体顺着龙格的手滴落 众人皆是惊诧 竟然融化掉了黄金沙包 就这么一个 接下来可怎么办 龙格头上的鸡脚和手臂都燃烧着火焰 他大步向前 又没说融掉沙包算犯规 接着哇 他伸出两只手 带起两边方向的熊熊火焰 我们继续完成比赛吧 追白镜和仙护被方才的火焰烧得全身漆黑一片 两人身上冒着热气 便大后的他好像不管别人的感受 压嘴考官挠了挠自己的脸 这下怎么弄啊 我可是第一天来上班 总考官也非常无语 如今的年轻人怎么都不安套路出牌 难道就这样 看他们悠哉地跑完全程吗 发连考官提议 既然沙包已经没了 但是没有涉及到犯规 比赛仍要继续 虎头考官同意 作为考官的我们 不能随便让考生合格 这样有失 我们作为考官的职责 所以我提议 我们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来作为阻碍 考验场上的考生 绝不能让考生小瞧了咱们 在场考官纷纷表示同意 说的没错 不丢沙包也挺好 可以亮亮真正的伸手了 总考官握拳 全体教官都有 开始无规则阻碍考生 别让他们太得意忘形了 仙护抓狂 这哪是考验啊 这分明就是不想让我们合格啊 虎头教官率先攻击 让我开个好头吧 他飞身跃起冲向仙护 速度之快 让人来不及反应 先尝尝饭钱小菜 拳头猛地击中仙护的脸 那一拳叫哑巴赤黄连 有苦难言拳 直接将仙护鸡飞出去 看到仙护被攻击 追白镜本想去帮忙 周深的金光却突然散去 今天所运行今生的气 消耗殆尽了 察觉到不妙 追白镜猛地回头 发连考官撕开自己的衣服 他站在追白镜面前 身高高出了一个身子 听说你很硬 追白镜一愣 竟然把保甲钉在身体上 发连考官抬起拳 让你见识见识 我的发财权 大富大贵 追白镜双手 抬起顶住教官的用力一击 巨大的压力 让追白镜脚下的地板 碎裂开来 真是漏洞百出 考官一拳攻向追白镜 没有防护的地方 追白镜暗倒糟糕 身上受到重击 追白镜也被击飞了一段距离 这一拳叫小赚一笔 发连考官低头 我倒是要看看 我们谁更赢 龙格怀中抱着小辉 我们这边也遇到麻烦了 龙格却看着面前 半围绕着自己的教官 面色轻松 他歪了歪头 真是头一次这么受欢迎呢 小辉担心 你能应付得了吗 龙格皱起眉 格勒不行 但我龙格可以 你最好变点什么先跑吧 小辉不太愿意 不 怎么可以 我还想在你的胸前多待一会 龙格轰一声 将他扔了出去 小辉躺在碎裂的地面中间 多么美丽的性格啊 龙格看着面前的考官 一起上吧 总考官嘲笑他的狂妄 发动自己的秘迹 骨骨神功术 巨大的白骨从地面升起 将龙格包在中间 白骨聚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朵巨大的白骨莲花 这是匿迹骨肉相连 总考官身边的考官 纷纷一跃而起至半空中 他们手中射出锁链 封锁住白骨包 蜜蜂上行道 蜜蜂中间道 蜜蜂下行道 他们使出封印秘数 五迷三道 其中一个考官笑了 这个封印 可不是随笔玩玩火就能破解的 骨肉相连里 龙格站在小辉上方 小辉不解 你这是在做什么 这样就不会烫到你了 龙格低下头 如果说正常的火焰破解不了 那鬼火呢 紫色的火焰从龙格身上燃起 他伸出手 紫红色的鬼火 冲开白骨和蜂蜜 总考官看着自己的秘数被冲破 白骨莲花被从中间破开 裂成两半 什么 这火焰竟然产生强烈的含义 龙格和小辉从火焰中走出 该轮到我们了 另一边 追白镜摇摇晃晃站起身 发联考官身形巨大在他面前 怎么 没精神就不行了吗 追白镜长舒一口气 将自己的头发竖起 即使我不用精神 也能打倒你 发联考官毫不在乎 口气倒是不小 仙虎那边 虎头考官落地 我终于找到合适的机会 干掉你了 他慢慢避进仙虎 仙虎扶着腰战起身 你究竟是谁 虎头考官看着他 为了杀你我可是挨了一箭呢 仙虎皱起眉 难道你是刚才考场外面那个人 他想起 方才考场外被剑气折断的剑士 穿着树干玩偶服的男人 手拿弓箭 竟敢坏我好事 我绝不饶恕 天虎冷笑 你还是过好你自己吧 下一秒 剑士回转的方向 男人一愣 回旋剑法 剑士穿过他的裤子 将他整个人射飞到天上去 虎头教官承认 没错 就是我 暗杀王地虎 仙虎佩服 令根子重剑 还坚持暗杀 不愧是暗杀王 那到底是谁派你来暗杀我 地虎沉下脸 本来是想活捉你 但是 我已经没那耐心了 他身后传来猛虎的咆哮声 一只巨大的猛虎 在他身后化形 下地狱之后 你自己去问阎王吧 仙虎并未坐以待毙 他握拳瞪着地虎 既然是传说中的暗杀王 那我只能搏一搏了 他从裤子后面拿出一本书 刚刚我趁倒下的时候 学了一招 不知道临阵魔枪管不管用 受死吧 仙虎 地虎带着身后咆哮的猛虎幻影 向仙虎走去 仙虎双腿岔开 站定身子 做出防御的姿势 他发动秘迹 周身先利大掌 让你见识见识 我真正的威力吧 苍龙神功之屠龙姿态 强大的气息 带着仙虎的一百分飞 气势之强大 让地虎大惊 这招不是五尊独有的 传说中的绝招吗 这小子怎么会 仙虎大喊 变身吧 巨大的爆炸声传来 白烟裹出仙虎 地虎急忙做出防御的姿势 防止自己被强大的力量击飞 好强的样子 屠龙姿态 到底是什么样的绝世武功 漫天的烟尘散去 仙虎的身影逐渐变得清晰 他穿着一套厨师服 手中拿着菜刀站在原地 闪亮登场 地虎愣在原地 仙虎将身上的厨师服扔掉 抱歉 好像是系统出了故障 再等我两分钟 他重新咆哮大喊 屠龙姿态 下一秒 铁拳砸在仙虎面门 巨大的冲击力 将仙虎机飞出一段距离 我说过 我已经没耐心了 你最好还是乖乖接受死亡吧 仙虎趴在地上 切 再说什么鬼话 我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 还没有在这偌大的江湖上掀起小浪花 他支撑着自己 勉强爬起身 我怎么可以轻易倒下 仙虎扯掉自己身上的外套 站起身 一脸不甘地瞪着地虎 一只铁拳铜追白镜的拳头相对 发出砰一声巨响 追白镜皱眉 看着发莲考官 无数道拳头 如雨点般 从发莲考官身边落下 他使出密集发财 全职裁员滚滚 地虎也不甘示弱 向仙虎发起猛烈进攻 猛虎破颜连弹 两边同时展开猛烈攻势 追白镜和仙虎两人身形飞快 竟是躲过了全部的攻击 发莲考官和地虎都是一愣 什么 发莲考官看着追白镜 完美避开所有拳头 这小子虽然看起来反应迟钝 但是他的眼睛竟然看透了 我全部攻击入手 而另一边的仙虎鼻青脸肿 明明所有的拳头都击中了他 竟然还能站起来 仙虎心中暗自得意 这个蠢蛋还不知道我的计划 要发动屠龙姿态 必须要打通浑身经脉 否则就会像刚才那样变成了奇葩 所以利用他的拳头来打通我的经脉 简直就是绝妙的主意 下一秒 地虎举起拳头 猛的向仙虎袭来 仙虎早已准备好承受这一击 挨上这一拳就差不多可以了吧 地虎却突然张开手 成了爪子的样子 猛虎掏心抓 仙虎面色一变 全呐 为什么突然变成了掏心爪 这样下去 经脉打不通 自己也使不出屠龙姿态 那一招猛地向仙虎抓去 地虎的手臂从仙虎胸口穿过 整个身子被举起 仙虎浑身颤抖着 也难怪啊 故事的剧情不就是应该出人意料吗 只见仙虎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老虎暗杀者立在他的身边 见他一动不动 老虎暗杀者露出开心的两只灯泡眼 终于亲手干掉了仙虎 终于能在母鳄鱼那儿 耀武扬威了 另外一边的龙格 正在和花脸击杀者互相对着喷糊 场面十分热烈 龙格一点面子都不给花脸击杀者 简直把他当成靶子 花脸击杀者当下觉得 一定要和龙格拼个你死我活 但是他好像对自己 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他正在压嘴击杀者 和鸡嘴击杀者左右搀扶着 两个人纷纷开口劝他 最好不要冲动 留给他们的衣服不多了 再这样下去 可能就要被打马赛克了 但龙格却没打算就此罢休 只见击杀者们脸色一变 抬头看见了一格巨大蒲骨 从天而降 这是绅士存在的吗 原来这是小灰的超级 便便便知大熊猫雕像 倒不只是一个屁股 这真是一件危险的差事 击杀者们在被砸的间隙思考着 这份工作也不是非作不可 但还是被无情地 砸在了熊猫屁股下面 小灰轻飘飘地 落在了重击杀者上面 龙格看到了小灰的本体 被蒙的直接陷了原形 只见长长的恶魔鸡脚 便回了短短的 像小狗耳朵一样的鸡脚 格勒一脸猛逼地 跪倒在了地上 惹人怜爱 小灰立刻变成花痴状 跟着小短腿飞奔到格勒面前 询问他是否有事 而格勒对小灰也有滤镜 刚才的事情 让格勒以为他是个大侠 但是他似乎还不太清楚 现在是什么情况 小灰赶紧解释 现在已经是16级了 但这并不重要 他们必须要抓紧离开这里 另外一边 追白镜和发财击杀者 也打得火热 他被打得连连后退 但仍不屈不挠 发财击杀者见状 不以为意地夸了一句 但他还是没忍住嘲讽了几句 追加的少爷 竟然像老鼠一样 窜来窜去 也不如此 甚至发出致命嘲讽 想必他的父亲 也是个窝囊费 同时 发财击杀者 也不打算和追白镜继续耗下去 他举起手臂 准备发出最强的击杀 然后期待看到 追白镜羞愧的倒下 他深吸一口气 腾空跃起 风一样挥舞着拳头 喊出最强击杀的名字 最强发财 全之富可敌国 真是个接地气的名字 但追白镜并没有慌 他淡定地喊出了金甲 紧接着 周身立刻变成金黄色 电光火石之间 发财击杀者的拳头 已经到了追白镜的面前 看起来威力无比 但是追白镜竟然没费吹灰之力 就将发财击杀者击败 并警告他 再侮辱他的父亲 下场不仅仅是这样 然后追白镜就收了神通 累得腰都弯了 晃晃当当地站着 突然有人开口 叫住了追白镜 原来是刚才将先护打到的 老虎暗杀者 他正嚣张地 看着追白镜的背影 口出狂言 按道理应该先干掉追白镜 因为他实在是太强太爱实了 但追白镜似乎是太累了 他甚至觉得 是自己出现幻觉了 都没想到 是有人在挑衅他 气得老虎暗杀者直跳脚 对着追白镜 跳起来奋力一击 对他来说 这个白毛实在是太爱眼了 好像感受到了掌风 追白镜猛地回头 看见了停在自己眼前的手掌 那个手掌 似乎是只能停在这里 甚至还止不住地颤抖 老虎暗杀者备受打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见追白镜淡定地喊了一声 只见先护的手掌 也停在了不远处 原来当觉醒了屠龙状态时 苍龙神功 这本秘籍里的武功 才能发挥真正的实力 而且身体也会得到重生 所以先护根本没死 这下轮到老虎暗杀者无语了 先护怎么跟小强仰弯强 怎么都杀不死 追白镜现在也使不上力气了 但是先护并没打算放弃 一边努力地向追白镜爬过去 一边不停地给暗杀者洗脑 周围的状况 现在是对击杀者很不利 还没等老虎暗杀者反应过来 小灰带着格勒 以及自己的绝招 超级便便便之熊猫锤 砸在了老虎暗杀者的脸上 小灰骄傲地站在格勒的肩膀 二人可可爱爱地炫耀着自己的实力 现在的情况对他们还算有利 追白镜扶起先护 要趁着现在赶紧跑完全程 还不枉给先护打气 先护倒是不以为然 伤口好像已经没那么疼了 骷髅击杀者看见情笔金剑的二人 出声告诉他们 其实在考官你心里 他们已经合格了 但规则就是规则 自己也只能助他们好运了 仅剩的四个人互相打气 准备继续跑完全程 前面就是终点了 就连三个差一点 就打马赛克的击杀者 都在为他们加油 也不知道是谁刚才 对他们那么狠 几个人慢慢地接近终点 眼看只有五米就到终点了 有个人在他们后面 悄悄地走出来 只见天上莫名其妙地 出现了的太阳 刚才走出来的那个人 戴着面具 使出了最强的一招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把他们全部干掉 只见那人腾空跃起 狠狠地发出招式 原来这人是神射手地武 骷髅击杀者见状 以为他是要把考场都炸平 追白净意识到 大家根本来不及逃跑 龙阁甚至想让小灰 变成盾牌保护大家 但是小灰不想当炮灰 突然他们三个人 感受到一股力量 原来是仙护 再次使出了龙椅 只见他们三人 纷纷越过了终点线 追白净回头大喊一声仙护 仙护一个人 接住了刚才的白色太阳 一边发力 一边发出咆哮 如果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 那他根本就不配做帮助 仙护用身体 硬抗下了地虎的招数 连地虎都觉得 仙护是不是没长大吗 仙护慢慢地蓄力 慢慢地 他的武力值叠满了 骷髅暗杀者不禁发出疑问 传说中的暗杀王地虎 为何在考场里 这也太犯规了吧 但是仙护确实接到了地虎的绝招 地虎也不甘示弱 再次奋力出击 一阵火光带闪电 其他三个人都在为仙护担心 地虎甚至提前发出了变态的笑声 好像是在庆祝自己 将仙护杀了 格亦扬扬地想着 仙护一定是死透了 除非他吃了大海丹 否则他肯定活不了 毕竟他没有主角走狱 话还没说完 就被打脸了 屠龙形态的仙护 从废墟中站了起来 走向众人 追白镜眯着眼睛 不知道这人是谁 格勒和小灰已经开始崇拜 仙护站在地虎面前 嚣张地告诉他 地狱并不欢迎自己 地虎已经目瞪口呆 无敌状态 他召唤出屠龙刀 毫不留情面地 斩断了地虎的招数 一边大喊 一边被仙护击飞 但是他并不打算放弃 决定使出自爆的招数 猛虎炸弹 就算是下地狱 也要带上这里的所有人 击杀者们到底是也没惹到谁 无辜受难 只能拼命地逃跑 但是地虎的炸弹 是创神者的超级炸弹 根本跑不掉的 但马上他又被打脸了 仙护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一个兰花指 手起刀出 轰隆隆地将考场炸坏了 外面的人纷纷疑惑 倒地怎么了 就有人跑过来报告天狐 暗杀王帝虎和仙护打起来了 天狐看着被炸落的考场陷入沉思 还是通知皇家捕头吧 打成这样 怕是自己要下岗了 皇家捕头这边 一个捕头慌慌张张地冲进房间 告诉总捕头龙门戳考场打起来了 龙门戳黑着脸站起来 边走边骂人 追府里 追无情正在练武 但是他又把铁装踢碎了 管家开始唠叨 这已经是第十六个了 不然换的材料吧 铁的似乎还不够坚硬 追无情似乎觉得有道理 毕竟无论什么材料 都没有追白镜的精神坚硬 说到这里 他甚至有点想他儿子了 不知道他考得怎么样 考砸了 有他好看的 考场里的追白镜突然一身冷汗 以为是自己太虚弱了 他转身去别处看看 仙护站在阴影里 看着被自己打败的暗杀王 开始思考 是不是积极做得过头了 随后天狐便来质问众人 这个窟窿倒地是谁的 众人纷纷指向地狐 但天狐却在思考 能把地狐伤成这样 武功一定很高 面前的这几个小鬼不简单 但是不简单的小鬼 正光着上身互相观察 天狐通知大家 皇家捕头会过来处理地狐 但是他们几个人 也难逃其讲究 所以一今年的考试 自己就被出去了 追白镜登时大怒 但天狐却阵阵有词 因为地狐的出现 和考场的破坏 都与他们脱不了干系 念在他们还是孩子 就只是取消资格 让他们明年再来考试 众人想打死天狐的心都有了 天狐甚至还凉凉地 祝他们好运 先胡听到明年再来 等时心凉了半截 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 他竟然还是没有把握住 追白镜也是如此 追无情 让他今年务必考进帮派 去年因为没来得及报名 就耽误了一年 今年要是再考不上 他父亲免不了 就是一顿毒打 格勒想考的是 全市女生的帮派雷丝物 因为那里对他来说 或许是个不错的庇护所 还是怪自己太弱了 小灰健壮 赶紧出声安慰他 已经很棒了 还说自己和格勒差不多 也想考的是雷丝物 瞬间觉得好可惜 先胡唯一的梦想 就是成为像武尊一样的盖世帮主 可现在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在一旁的骷髅击杀者 有些心软 主动提出来给他们一条明路 先胡立马抬头 询问他 是不是还有机会当帮主 骷髅击杀者 先是肯定了他们的优秀和努力 随后拿出一张薄薄的纸 是他曾经受人所托 总结的帮主速称攻略 但他发现 即使方法很清晰 没有实力也是在浪费时间 不如将这个攻略送给先胡 先胡立刻感激的手下 骷髅击杀者表示 上面的方法一定会帮到先胡的 就这样 骷髅击杀者 云淡风轻地 穿着差点马赛克的衣服离开了 先胡拿着攻略 要去擦泪液 追白静出声提醒 这样会弄施攻略的 帮派考试就这样告一段落 但此事导致考场被破坏 考生不得不转到其他考场 考场负责人天胡 引旧请辞 暗杀王帝虎也被关进大牢 与此事件有关的四名考生 被取消考试资格 这是对这次事件的最后判决 不过先胡和帝虎的一战 仍然是被挂钩为流传 很多人还是不相信 先胡能够打败帝虎 听着这些议论 母厄与九娘决定亲自出马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 先胡正在努力研究 成为帮主的攻略 追白镜也十分好奇 上面写了什么 格勒疑惑按照攻略去做 真的可以成为帮主吗 小灰表示他很怀疑 只见先胡将攻略踩在了脚下 发出感叹 机智如他 为何没想到这种方法 追白镜不禁发问 是方法很冒险吗 原来攻略上说 有两条路可以成为帮主 第一种就是参加各种科举 各帮派通过各种考试 来选拔入帮成员 之后需要通过个人努力 在帮派里努力升职 直到当上帮主 但如今的小帮派 一直在被大帮派吞并 即使当上了帮主 也只是大帮派下面的 小帮派的帮主 并没有什么意思 第二种就是注册帮派 先成立自己的团队 通过传统野战的方式 壮大自己的队伍 当在江湖中 有一定名声的时候 就可以到江湖理事会 直接申请注册 这个攻略上 还写了对传统战术的 具体的方案 小灰出声泼冷水 说的容易做的难 而且风险很大 但先胡却很有信心 趁着年轻 为了梦想冒险 总好过后悔一辈子 所以他想正式组建团队 邀请他们加入 格勒第一个踊跃报名 他觉得大家都很亲切 小灰紧跟起后 并违心地说 我也喜欢和大家在一起 但心里想的却是 其实是只想和格勒待在一起 先胡满怀期待地问追白静 并且自信地说 他一定会加入的 但追白静却拒绝了 随即道出了原因 他父亲让他必须考取名门正牌 否则就只能一辈子 做他的练武工具 所以他并不能擅自做主 先胡惊讶 追白静竟然是练武工具 另一边 管家和追无情汇报 追白静的情况 他以为追白静又和上次一样 错过了报考时间 并扬言要是这样 就赶紧给他准备管材吧 管家疯狂摇手 少爷没有错过 少爷只是被除名了 追无情的脸 刹那间就变黑了 然后天雷勾地火 追无情的怒气 差点将管家刮跑 他连忙让他家老爷息怒 但追无情却无情地说 他这并不是愤怒 而且想到他可以练成绝世神功而兴奋 管家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 追无情更无情地说了一句 这便就当是追白静对他的孝顺之情了 为他的武功献身吧 另一头 四人小分队正在汉征 先互听到追白静说 追无情把他打造成金刚不坏之身体 就是为了练成神功 这还是一个父亲会做的事吗 小灰也好奇 追白静的父亲到底练的是什么武功 竟然需要自己的儿子显出身体 原来追白静的父亲正在追求的 是他独创的奥义 需要击打金刚不坏之躯666天的 六亲不认权 先互觉得听到这个名字 就觉得谁也着架不住 甚至格勒也觉得 追白静的父亲比自己的父亲还要过分 追白静对自己不能与他们同性表示歉意 其实他真的很想和先互一起闯荡江湖 先互有所触动 静谧的夜晚 先互因找不到茅厕而着急 看到一位大叔便上前询问 大叔指了指前方 先互刚想道谢 发现了前面站着的这些羊驼 没想到汉征馆后面竟然还有羊驼 大叔却开始跟他讲故事 但是先互还在着急上茅厕 大叔还在慢悠悠地讲着 他和这些羊驼的渊源 先互却觉得把他们带回家很麻烦 但大叔并不这么觉得 他觉得羊驼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留下来 但是先互却觉得 好像是大叔故意来跟他说这些的 先互在茅厕里反复思考追白静的话 他真的很想和先互一起闯荡江湖 以及当时追白静的样子 突然发疯 发誓一定要把追白静留在身边 然后他就把厕所炸了 因为他没控制住自己的丹田之气 于是他也溜之大吉 忧深的巷子口 众人正在送别追白静 格勒再次出言挽留 但追白静还是婉拒了 小灰发现一直不见先互的身影 先互这时才大喊着 骑着羊驼飞辟来 原来他跟大叔借了羊驼 大叔嘱咐他 要好好对待羊驼 毕竟他们很害羞 很老实 羊驼载着先互狂辟来 并使出龙影 小灰顿时觉得 不如退出吧 几个人被先互弄上了羊驼 追白静惊讶到 自己还要回家 没想到先互却说 大家一起陪追白静回家 追白静感动的 不知道说什么 先互继续输出 既然他的父亲 想让他去一个了不起的帮派 那自己就去想他证明 自己才是最佳人选 没等追白静感动完 羊驼就拉着他们呼啸而去 留下一群人在后面干瞪你 先互意气风发 向着追赎前进吧 世人皆知 普天之下有两位神射手 一位是 效命于朝廷的天狐 一位是 游走于黑市的帝虎 帝虎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能让人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被绑架或被杀 也正是因为帝虎这样的能力 九娘提出要雇他去抓人 帝虎倒是很感兴趣 是怎样的人 能有幸落入他的魔爪 九娘拿出一幅画 这是他朋友 教无律号十一天所画 画中之人 便是让帝虎寻找之人 帝虎皱眉端向 听说他老人家 有画圣之名 没想到 此画如此超凡入胜 妙笔生花 途中仙护衣衫不整 双眼寒波 九娘沉默示成之后 不会亏待帝虎 帝虎让他放心 我办事向来十拿九吻 你就准备好银梁等着我吧 帝虎离开后 焦无律突然出现 问他为何不亲自动手 反而要找一个外人 九娘神情严肃 最近紫外线这么强 我怕晒黑 科考会场人生鼎沸 仙护和追白静俘一入场 便引起了骚动 在场女子皆呐喊流泪 仙护面上表情凝重 他们也许盯的是我 仙护将实情道出 说明了自己误实大桓丹 且这个消息可能已经走了 再看那群脸红的少女 竟是一个个都充满了杀鸡 仙护皱紧眉头 我虽然吃下了大桓丹 但还不稳定 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很难有命进入考场了 追白静面色诚恳 让他不必担忧 表示有他在 没有人能把仙护怎样 除非是遇到了地虎 那样传说中的人物 话音刚落 旁边一个戴着袋鼠头套的人 打了个喷嚏 只见地虎身穿玩偶服 混迹在人群中 他揉了揉鼻子 发现目标 追白静与仙护合力鸡群般 站在众人中间 靶子瞄准仙护的头 这太容易了 地虎拿出飞镖 夹在手指中间 此镖被称为 你轻我怨镖 但凡被刺中 目标就会听从于地虎 飞镖被地虎用力致出 嗖嗖两声向仙护飞去 地虎得意裂唇 搞定 那飞镖 却一个被追白静的额头弹开 一个被他抬起的手臂弹开 地虎渗出冷汗 怎么可能 这是幻觉吗 经历过一次败北 地虎拿出更加厉害的武器 他拿出由上层悬铁打造的 后会无期断水架 凡是地上目标被其所伤 必死无疑 地虎将断水架抛出 在地上滚了几圈停下后 夹子猛地张开变大 追白静将先护架在脖子上 断水架被追白静一脚踩碎 地虎愣在原地 两番失败 让他产生了自我怀疑 这一定是幻觉 不过地虎并未被这两次失败打倒 他露出了反派统一的微笑 竟能让我的虎认真起来 有意思 另一边的先护和追白静 平安抵达考场内 两人坐在一张椅子上 先护垂着头 我们真的来得太早了 好无聊啊 真想再多睡一会 但是如此重大的考试 宁可早到也比迟到好啊 谈话间 地虎乔装成树干 悄悄靠近 这回静在咫尺 看你还怎么挡 追白静突然 嗅到一丝危险的气息 先护小心 附近有杀窃 追白静一跃而起 地虎大喊着 受死吧 无数飞刀嗖嗖飞出 追白静将先护抱在怀中 先护被掰成了一个扭曲的姿势 扑的一声吐了出来 追白静眉头紧促 别害怕 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你 先护口吐白陌生 无可恋 那请问敌人在哪 飞刀被追白静的后背弹走 追白静没有一点感觉 虽然不敢判定 但大概就在附近吧 地虎蹲下来 大口喘气 气煞我眼 他拿起弓箭 猛地起身 追白静和先护同时转身 地虎拉弓搭弦 目光凶狠 说再见了 只听刷一声 箭矢飞出 追白静面色凝重 是传说中的地虎 糟了 箭矢直冲向先护的面门 是竖腰 追凶救我 说时持那时快 一道箭气擦着先护身子飞过 将箭矢拦腰切断 三人皆是一愣 这箭气 难道是 一个红发女子 举着长弓出现在他们面前 长弓上课天虎二字 这是我天虎的地盘 谁也别想在我眼皮底下 伤害任何一名考生 包括你这暗杀之王 地虎 地虎皱紧眉头 竟敢坏我好事 我绝不饶恕 天虎轻笑一声 你还是顾好你自己吧 只见下一秒 一道箭气 从地虎背后回转而来 是回旋箭法 箭矢穿过地虎桥装的裤子 将他两人带树射到天上 仙虎抬头看着飞远的地虎 没想到地虎也会落到今日这等下场 追白静皱眉 你应该庆幸 你捡回一条命吧 天虎突然开口 二位 快考试了 赶紧进考场吧 紧接着 天虎对着旁边一只树干开口 还有你这个大高个 处在这干嘛呢 追白静和仙虎两人无语 他的眼神是不是有点问题 两人进入考场后 皆被考场规模之大 装饰之怪金珠 好大的考场 仙虎看着墙面上大大小小的圆圈 这面墙好奇怪啊 总觉得像点什么 这时考官开口提醒考生入场 仙虎找了个写着自己名字的位置坐下 应该就是这里吧 旁边坐下一个人 仙虎看到那张浓装艳抹的脸 大为兴奋 无谢给我找到你了 可你为啥这个打扮啊 花无谢冲着仙虎 竖起食指示意他闭嘴 心中暗自不满 怎么会和这个倒霉蛋做到一块 天虎手持弓箭出现在台上 好了 都给我安静 我是本次考试的监考官天虎 都给我老实点 仙虎眯起眼睛 是那个神剑大姐头 天虎下令开始发题 仙虎的眼镜斜盯着离他巴掌远的追白镜 心中有些担忧 也不知道靠什么 追凶又离我那么远 该怎么办 于是仙虎将注意打到了 坐在自己隔壁的花无谢身上 拿到封面显示着帮派同考的答题机 天虎让大家按照上面的指示操作 仙虎点下下一步的按钮 界面转换到第一道题 仙虎脸上渗出冷汗 他选择跳过自己不会的题目 一直到了第十二题 仙虎心中慌乱 这是特么什么鸟题啊 我得想点办法了 不然铁钉不及格 突然一只剑擦过仙虎的耳朵 射中了后面一个人的衣服 天虎面色冷峻 谁要是作弊 下场和他一样 在耻辱墙忏悔吧 只见他画满圆圈的墙上 一个人被剑矢勾住衣服 定在圆心 仙虎汗如雨下 作弊是肯定不行了 这一下糟糕透了 天虎作为史上最残酷的监考官 精通各种剑术 但他得了眼疾 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 因此 他剑术最为惊人指出 在于不用眼来瞄准 响指轻轻一打 声波从指尖发出 一圈圈声波 弹过周围的人 再传回到耳朵里 立刻便能发现在作弊的人是谁 仙虎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心如死灰 此刻的我表面 虽然看起来静如止水 但内心早已死去 为了不前功尽弃 仙虎下决心 必须得做些什么 突然旁边有人出声 可以开始了 一个戴眼镜的黄毛小子 脸上露出志在必得的微笑 他让自己的家丁 吃了五斤萝卜干 还喝了隔夜凉水 导致负账生辟 再通过辟声传递信号 一声接一声的扑扑声 在考场内响起 仙虎大惊 不是吧 这时 前方考场 又一个黑发少女笑了起来 这些低端的作弊伎量 真是让人看不过去呢 他的手指点在自己的鼻头 那上面的黑点 是他花大价钱 从创神者那里买的黑头组 收到命令的黑头 集体出发 找到了第十一题的答案 并回到了少女的鼻子上 仙虎面色有些难看 这有点过分了 身后又一个树冠的少年笑了 都是耳等鼠辈 仙虎竖起耳朵听 我可是偷拿了我师父 笑面孙的超级法宝幻术美童 区区童考难不住我 他发动法宝 自我催眠术 下一秒 他恍入虚空之境 面前只有一百发老人 白杜先生 这道题该如何解答 白发老人身手无脸 这题真的很刁钻 很奇怪呢 选C吧 少年接连问了几题 都获得了答案 但是在外人眼中 他只是在流着口水傻笑 仙虎张大嘴巴 这都行 前后左右的考生 都用着奇葩的方法 试图作弊 仙虎倍感压力 大家都开始行动起来了 而我目前一道题也没答出来 我必须和他们一样 要冒个险了 只见下一秒 天虎冷笑一声 一群自以为的小鬼 五箭齐发 方才那些作弊的人 全部被定在了耻辱墙上 仙虎大惊 怎么坏 这么高端的作弊都被发现 这个天虎大姐头也太强了 一旁的追白镜手中 拿着答题器 一动不动 这场文考太可疑了 首先是这变态 又刁钻的考题 这种考题 如果不作弊的话 很难及格 感觉就像是让人 不得不作弊一样 如果是逼着你作弊 那为何 要安排神剑天虎 这样一个强大到任何举动 都能察觉到的考官呢 如此这样下去 岂不是没有人能及格 那这场考试的意义何在 想到这 追白镜突然发现了什么 考试的意义 难道说 这是一场 针对于考生品格的考验 这场考试 关键不在于成绩 而是在于 不能作弊的 堂堂正正的大侠风范 追白镜了然 他扭头看向仙虎 却发现对方浑身发抖 泪流满面 我想不出来作弊的方法呀 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 好不甘心 花无蟹突然出声 叫了仙虎 是不是遇到难题了 是不是想作弊 却没有门路啊 花无蟹是一仙虎 去看旁边已经空掉的位置 那个被除去资格的考生 留下的答题机上面的答案 绝对可以及格了 我们一起作弊 我帮你把方 你可以放心去拿 等你抄完了答案再给我 拿到它 就能接着实现你的梦想不是吗 仙虎有些犹豫 实现梦想 是他一直以来最大的追求 花无蟹嘴上寻寻善诱 内心祈祷着 花无蟹被天虎发现 等你拿到答题机的那一刻 就会被天虎狠狠设在墙上 这场考试的目的我早已参悟 只有不作弊的人才能合格 所以下地狱吧 仙虎 想到临行前与仪妹的道别 花无蟹沉默将考试的事情包在她身上 仪妹却哀声叹气 担心自己若是和仙虎同样通过了考试 那便不能体现她有多优秀 也就不能给村长长脸 花无蟹皱起眉头 又是那个蠢蛋 仪妹趁机继续煽风点火 况且 那个报考名额本就是应该属于你的 仙虎一定是偷奸耍滑才赢的 她就是个无赖 被戳中心事的花无蟹沉下心 仪妹放心 我一定会让她吃苦头的 画壁两人继续互诉忠常 花无蟹案子决定不会让仪妹失望 她催促着仙虎去拿答题机 仙虎终于发动仙力 把答题机吸过来 那答题机却是直接送到了花无蟹的手中 花无蟹愣了一秒 瞳孔地震 什么 我刚刚换位思考了一下 如果此刻的我是五尊前辈 那么她会说 堂堂难而立于是 就算交了白卷 也不会做这种苟且之事 要抄你自己抄吧 不必谢我 花无蟹瞠目接舌 捏 她惊恐地看向提纳狐 接下来该不会是 果不其然 天狐已经搭好了弓箭 下一秒花无蟹便被箭矢勾着衣服射飞 仙虎昂手挺胸 坐直了身子 要像那大侠一样 终于等到考官提醒考试结束 仙虎追问追白镜考得如何 你一定答得不错吧 追白镜回答 如此刁钻的题 我也只能随便答答了 仙虎有些低落 看来我们二人闻考都不能及格了 后者却不然 这次考试并非如此 听到追白镜这话 仙虎有些诧异 看来追凶比我还不甘心 追白镜继续说 这次闻考 其实考验的是一个考生的品格 所以考试的关键在于不能作弊 仙虎兴奋起来 也就是说 顺利考完的人 无论提答得如何 都可以合格 追白镜点头 没错 仙虎欢呼着出圈 哟吼 追凶万岁 天虎出声提醒众人 好啦 考生们 考试结果已出 由我来宣布考试结果 本次闻考无人合格 仙虎仍然保持着 方才雀跃的姿势 默默实话 追白镜眼中有些许差异 我猜得不对吗 这时有人提出了疑问 天虎前辈 这场考试的真正目的 难道不是测验考生的品格吗 追白镜闽紧嘴唇 果然也有其他人和我想的一样 什么 天虎指着那人骂道 不作弊是考试最基本的诚信 连这个都做不到 哪有这么美的事啊 你漫画看多了 臭小鬼 追白镜身后 传来仙虎悠悠的喊声 他回头 仙虎流着泪 死死盯着他 为什么给我希望 天虎突然又开口 文考没有人合格 这听上确实很可怕 不过不要紧 遗忘的规则 文考通过才能进行无考 这次我临时决定 加一项资质测试 测试合格的人 可以正常参加无考 身后的考官满脸问号 天虎继续说 通过无考的考生 算作同考合格 所以测试大家要加油啊 众人欢呼起来 好啊 太棒了 仙虎激动的流下眼泪 人生的大起大落太快 实在太刺激了 但是监考官提出不满 天虎你怎么可以随便加考呢 这不给上级惹麻烦吗 天虎握着全怒骂 你以为老子愿意啊 这次考题那么难 每一个人合格 如果各大帮派无法招生 到时候就不是给上级惹麻烦 那么简单了 惹上级总比惹五大帮派好烧吧 文考结束后 众人沿着长长的走廊 他们来到一个挂着资质测试牌匾的地方 看着面前像是临时搭建起来的地方 仙虎吐槽 是这里吗 好藏错哦 话音刚落 测试老师头顶闪着光 出现在众人面前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外公测试老师 在下名为无法香克斯 叫我无法就好 仙虎直呼好酷的发型 香克斯开始给众人介绍资质测试 所谓资质测试 就是测试你们自身的体魄是否强健 而我自行开创了一种测试方式 可以全面的考验考生身体抗性水平 所以接下来的测试是挨揍 我不光有黄铜般的肤色 还有黄铜般的强硬体魄 能承受住我一击的人就可以合格 诸位考生一位接一位的上场 在不知道递多少位不合格后 香克斯看着倒下的考生 一个能挨打的都没有 直到坠白镜上场 香克斯看着他文文弱弱 却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他一拳打出 却感觉自己打在了一座铁钟上 这考生什么来头 香克斯脸上冒出冷汗 追白镜低头问 老师你没事吧 香克斯收回红肿的手 我怎么可能会有事呢 下一秒便倒在了地上 追白镜成了第一个合格的考生 下一位便是仙护 香克斯一手裹着厚厚的纱布 瞪着他 仙护看着香克斯手上的伤 没想到打完追凶的老师 伤得这么重 也难怪 追凶的体魄已经硬到变态级别了 不过最重要的是 老师既然受伤了 那么他打我一定不会很疼 这样我就可以轻松通过了 仙护暗自兴奋 香克斯却让师妹来替他完成测试 仙护惊恐地看向前方 一个蘑菇头身材魁梧的女子 举着拳头看着他 小哥 请多指教 无数个拳头从四面八方打来 对方使出密集玫瑰花的葬礼 仙护被狠狠击飞 对方不屑 看来是不合格了 下一位 仙护却抬起手 支撑着自己站起身 我还没有倒下 能被香克斯没轻没重的师妹击倒 却还能站起来 仙护也通过了测试 看着仙护颤颤巍巍的样子 追白静问他 是不是受了很重的伤 仙护哈哈大笑 梦想还没有实现 我是不会轻易倒下的 下一秒 仙护便摔倒在了地上 香克斯通知合格的考生 前往五考大厅 那里灯光幽暗 仙护线下 已经对后面的考试 失去了期待 考场门口 站着两个身材魁梧的人 本次五考 每八人为一组进行考试 追白静和仙护二人 云木乃怡 哈二奇 陆克蜜 雷 阁雷 小灰几人为一组 灯光突然大亮 中间的擂台周围燃起火光 追凶 这五考到底是怎样的 我现在好紧张 仙护有些不安 追白静的脸色 也没好看到哪去 我也是头一次听见 还是听听考官怎么说吧 考官身披黑色牛角 连帽斗篷 戴着白色鬼怪面具 出现在众人面前 就由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本次五考的规则吧 本次五考 以一种游戏的形式 作为考试的内容 该游戏名为 地狱罗盘大逃亡 这是一个关于丢沙包的恐怖游戏 我们是击沙者 而考生是罗圈中的羔羊 首先八名考生 脚并脚一字排列在跑道上 由最后末尾 一名考生将沙包 丢给正对面防线的 击沙者手中时 游戏开始 考生们必须按照罗盘跑道跑 出圈则为淘汰 跑到暂闭点的人是无敌状态 沙包击中无效 击沙者拿沙包丢向考生 考生被击中则淘汰 若考生接住沙包 则可以向远处 以此争取时间 起点也是终点 考生再没有被沙包击中的前提下 从七点跑到暂闭点 然后返回七点算通过 准备好了吗 小羊们 先护五头背好 准备个鬼啊 规则这么多 怎么可能记得住 下一秒 游戏开始 世人皆知 普天之下 有两位神射手 一位是 效命于朝廷的天狐 一位是 游走于黑市的地狐 地狐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能让人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地狐倒是很感兴趣 是怎样的人 能有幸落入他的魔爪 九娘拿出一幅画 这是他朋友 焦无虑号十一天所画 画中之人 便是让地狐寻找之人 地狐皱眉端向 听说他老人家 有画圣之名 没想到 此画如此超凡入圣 妙笔生花 途中先护衣衫不整 双眼寒波 九娘沉默事成之后 不会亏待地狐 地狐让他放心 我办事向来十拿九稳 你就准备好 银梁等着我吧 地狐离开后 焦无虑突然出现 问他为何不亲自动手 反而要找一个外人 九娘神情严肃 最近紫外线这么强 我怕晒黑 科考会场人声鼎沸 仙护和追白靖府一入场 便引起了骚动 在场女子接纳喊流泪 惊叹追白靖和等盛世美颜 追白靖却皱眉不紧 询问仙护 莫非是自己脸上有东西 仙护面上表情凝重 他们也许盯的是我 仙护将实情道出 说明了自己务实大还单 且这个消息可能已经走了 再看那群脸红的少女 竟是一个个都充满了杀鸡 仙护皱紧眉头 我虽然吃下了大环丹 但还不稳定 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很难有命进入考场了 追白靖面色诚恳 让他不必担忧 表示有他在 没有人能把仙护怎样 除非是遇到了 地虎那样传说中的人物 话音刚落 旁边一个戴着袋鼠头套的人 打了个喷嚏 只见地虎身穿玩偶服 混迹在人群中 他揉了揉鼻子 发现目标 追白靖与仙护合力羁群般 站在众人中间 靶子瞄准仙护的头 这太容易了 地虎拿出飞镖 夹在手指中间 此镖被称为 你轻我怨镖 但凡被刺中 目标就会听从于地虎 飞镖被地虎用力致出 嗖嗖两声向仙护飞去 地虎得意裂唇 搞定 那飞镖 却一个被追白靖的额头弹开 一个被他抬起的手臂弹开 地虎渗出冷汗 怎么可能 这是幻觉吗 经历过一次败北 地虎拿出更加厉害的武器 他拿出由上层悬铁打造的 后会无期断水夹 凡是地上目标被其所伤 必死无疑 地虎将断水夹抛出 在地上滚了几圈停下后 夹子猛的张开变大 追白靖将仙护架在脖子上 断水夹被追白靖一脚踩碎 地虎愣在原地 两番失败 让他产生了自我怀疑 这一定是幻觉 不过地虎并未被这两次失败打倒 他露出了反派统一的微笑 竟能让我的虎认真起来 有意思 另一边的仙护和追白靖 平安抵达考场内 两人坐在一张椅子上 仙护垂着头 我们真的来得太早了 好无聊啊 真想再多睡一会 但是如此重大的考试 宁可早到也比迟到好啊 谈话间 地虎乔装成树干 悄悄靠近 这回靖在咫尺 看你还怎么挡 追白靖突然嗅到一丝危险的气息 仙护小心 附近有杀妾 追白靖一跃而起 地虎大喊着 受死吧 无数飞刀嗖嗖飞出 追白靖将仙护抱在怀中 仙护被掰成了一个扭曲的姿势 扑的一声吐了出来 追白靖眉头紧簇 别害怕 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你 仙护口吐白陌生 无可恋 那请问敌人在哪 飞刀被追白靖的后背弹走 追白靖没有一点感觉 虽然不敢判定 但大概就在附近吧 地虎蹲下来 大口喘气 气煞我眼 他拿起弓箭 猛地起身 追白靖和仙护同时转身 地虎拉弓搭弦 目光凶狠 说再见了 只听刷一声 箭矢飞出 追白靖面色凝重 是传说中的地虎 糟了 箭矢直冲向仙护的面门 是竖妖 追凶救我 说时持那时快 一道剑气 擦着仙护身子飞过 将箭矢拦腰切断 三人皆是一愣 这剑气难道是 一个红发女子 举着长弓 出现在他们面前 长弓上课天虎二字 这是我天虎的地盘 谁也别想在我眼皮底下 伤害任何一名考生 包括你这暗杀之王 地虎 地虎皱紧眉头 竟敢坏我好事 我绝不饶恕 天虎轻笑一声 你还是顾好你自己吧 只见下一秒 一道剑气 从地虎背后回转而来 是回旋剑法 箭矢穿过地虎桥装的裤子 将他两人带树射到天上 先护抬头看着飞远的地虎 没想到地虎也会落到 今日这等下场 请进考场吧 紧接着 天虎对着旁边一只树干开口 还有你这个大高个 处在这干嘛呢 追白静和先护两人无语 他的眼神是不是有点问题 两人进入考场后 皆被考场规模之大 装饰之怪金珠 好大的考场 先护看着墙面上大大小小的圆圈 这面墙好奇怪啊 总觉得像点什么 这时考官开口提醒考生入场 先护找了个写着自己名字的位置坐下 应该就是这里吧 旁边坐下一个人 先护看到那张浓装艳抹的脸 大为兴奋 无语给我找到你了 可你为啥这个打扮啊 花无语冲着先护 竖起食指示意他闭嘴 心中暗自不满 怎么会和这个倒霉蛋做到一块 天虎手持弓箭出现在台上 好了 都给我安静 我是本次考试的监考官天虎 都给我老实点 先护眯起眼睛 是那个神剑大姐头 天虎下令开始发提 先护的眼睛 斜盯着离他巴掌远的追白静 心中有些担忧 也不知道靠什么 追凶又离我那么远 该怎么办 于是 先护将注意打到了 坐在自己隔壁的花无蟹身上 拿到封面 显示着帮派同考的答题机 天虎让大家按照上面的指示操作 先护点下下一步的按钮 界面转换到第一道题 先护脸上渗出冷汗 他选择跳过自己不会的题目 一直到了第十二题 先护心中慌乱 这是特么什么鸟题啊 我得想点办法了 不然铁钉不及格 突然一支剑擦过先护的耳朵 射中了后面一个人的衣服 天虎面色冷峻 谁要是作弊 下场和他一样 在耻辱墙忏悔吧 只见他画满圆圈的墙上 一个人被剑矢勾住衣服 定在圆心 先护汗如雨下 作弊是肯定不行了 这下糟糕透了 天虎作为史上最残酷的监考官 精通各种剑术 但他得了眼疾 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 因此 他剑术最为惊人指出 在于不用眼来瞄准 响指轻轻一打 声波从指尖发出 一圈圈声波 荡过周围的人 再传回到耳朵里 立刻便能发现在作弊的人是谁 先护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心如死灰 此刻的我表面 虽然看起来静如止水 但内心早已死去 为了不前功尽弃 先护下决心 必须得做些什么 突然旁边有人出声 可以开始了 一个戴眼镜的黄毛小子 脸上露出志在必得的微笑 他让自己的家丁 吃了五斤萝卜干 还喝了隔夜凉水 导致负胀生辟 再通过辟声传递信号 一声接一声的扑扑声 在考场内响起 先护大惊 不是吧 这时前方考场 又一个黑发少女笑了起来 这些低端的作弊伎俩 真是让人看不过去呢 他的手指点在自己的鼻头 那上面的黑点 是他花大价钱 从创神者那里买的黑头组 收到命令的黑头集体出发 找到了第十一题的答案 并回到了少女的鼻子上 先护面色有些难看 这有点过分了 身后又一个树冠的少年笑了 都是耳等鼠辈 先护竖起耳朵听 我可是偷拿了我师父笑面孙的 超级法宝幻术美童 区区同考难不住我 他发动法宝 自我催眠术 下一秒 他恍入虚空之境 面前只有一百发老人 白杜先生 这道题该如何解答 白发老人身手无脸 这题真的很刁钻 很奇怪呢 选C吧 少年接连问了几题 都获得了答案 但是在外人眼中 他只是在流着口水傻笑 先护张大嘴巴 这都行 前后左右的考生 都用着奇葩的方法 试图作弊 先护倍感压力 大家都开始行动起来了 而我目前一道题也没打出来 我必须和他们一样 要冒个险了 只见下一秒 天狐冷笑一声 一群自以为的小鬼 五箭齐发 方才那些作弊的人 全部被钉在了耻辱墙上 先护大惊 怎么会 这么高端的作弊都被发现 这个天狐大姐头也太强了 一旁的追白进手中 拿着答题器 一动不动 这场文考太可疑了 首先是这变态 又刁钻的考题 这种考题 如果不作弊的话 很难及格 感觉就像是让人 不得不作弊一样 如果是逼着你作弊 那为何又安排神剑天狐 这样一个强大到任何举动 都能察觉到的考官呢 如此这样下去 岂不是没有人能及格 那这场考试的意义何在 想到这 追白进突然发现了什么 考试的意义 难道说 这是一场 针对于考生品格的考验 这场考试 关键不在于成绩 而是在于 不能作弊的 堂堂正正的大侠风范 追白进了然 他扭头看向先护 却发现对方浑身发抖 泪流满面 我想不出来作弊的方法呀 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 好不甘心 花无蟹突然出声 叫了仙护 是不是遇到难题了 是不是想作弊 却没有门路啊 花无蟹是一仙护 去看旁边已经空掉的位置 那个被除去资格的考生 留下的答题机上面的答案 绝对可以及格了 我们一起作弊 我帮你把方 你可以放心去拿 等你抄完了答案再给我 拿到它 就能接着实现你的梦想不是吗 仙护有些犹豫 实现梦想 是他一直以来最大的追求 花无蟹嘴上寻寻善用 内心祈祷着 花无蟹被天狐发现 等你拿到答题机的那一刻 就会被天狐狠狠射在墙上 这场考试的目的我早已参悟 只有不作弊的人才能合格 所以下地狱吧 仙护 想到临行前与仪妹的道别 花无蟹沉默 将考试的事情包在她身上 仪妹却哀声叹气 担心自己若是和仙护 同样通过了考试 那便不能体现她有多优秀 也就不能给村长长脸 花无蟹皱起眉头 又是那个蠢蛋 仪妹趁机继续煽风点火 况且 那个报考名额本就是 应该属于你的 仙护一定是偷奸耍花才赢的 她就是个无赖 被戳中心事的花无蟹沉下心 仪妹放心 我一定会让她吃苦头的 话必两人继续互诉忠常 花无蟹案子决定 不会让仪妹失望 她催促着仙护去拿答题机 仙护终于发动仙力 把答题机吸过来 那答题机 却是直接送到了花无蟹的手中 她会说 堂堂难而立于是 就算交了白卷 也不会做这种苟且之事 要抄你自己抄吧 不必谢我 花无蟹瞠目接舌 捏 她惊恐地看向提纳胡 接下来该不会是 果不其然 天狐已经搭好了弓箭 下一秒花无蟹 便被箭矢勾着衣服射飞 仙护昂手挺胸 坐直了身子 要像那大侠一样 终于等到考官提醒考试结束 仙护追问追白镜考得如何 你一定答得不错吧 追白镜回答 如此刁钻的题 我也只能随便答答了 仙护有些低落 看来我们二人闻考都不能及格了 后者却不然 这次考试并非如此 听到追白镜这话 仙护有些诧异 看来追凶比我还不甘心 追白镜继续说 这次闻考 其实考验的是一个考生的品格 所以考试的关键在于不能作弊 仙护兴奋起来 也就是说 顺利考完的人 无论提答得如何 都可以合格 追白镜点头 没错 仙护欢呼着出圈 呦吼 追凶万岁 天狐出声提醒众人 好啦 考生们 考试结果已出 由我来宣布考试结果 本次闻考无人合格 仙护仍然保持着 方才雀跃的姿势 默默实话 追白镜眼中有些许差异 我猜得不对吗 这时有人提出了疑问 天狐前辈 这场考试的真正目的 难道不是测验考生的品格吗 追白镜 抿紧嘴唇 果然也有其他人和我想的一样 什么 天狐指着那人骂道 不作弊 是考试最基本的诚信 连这个都做不到 还特么考什么帮派呀 什么狗皮考验品格呀 想交白卷就能通过考试吗 哪有这么美的事啊 你漫画看多了 臭小鬼 追白镜身后 传来仙护悠悠的喊声 他回头 仙护流着泪 死死盯着他 为什么给我希望 天狐突然又开口 文考没有人合格 这听上确实很可怕 不过不要紧 遗忘的规则 文考通过才能进行无考 这次我临时决定 加一项资质测试 测试合格的人 可以正常参加无考 身后的考官满脸问号 天狐继续说 通过无考的考生 算作同考合格 所以测试大家要加油啊 众人欢呼起来 好爱 太棒了 仙护激动的流下眼泪 人生的大起大落太快 实在太刺激了 但是兼考官提出不满 天狐你怎么可以随便加考呢 这不给上级惹麻烦吗 天狐握着全怒骂 你以为老子愿意啊 这次考题那么难 每一个人合格 如果各大帮派无法招生 到时候 就不是给上级惹麻烦 那么简单了 惹上级总比惹五大帮派好烧吧 文考结束后 众人沿着长长的走廊 前往资质测试考场 仙护有些期待 不知道资质测试会是怎样 他们来到一个 挂着资质测试牌匾的地方 看着面前 像是临时搭建起来的地方 仙护吐槽 是这里吗 好藏错哦 话音刚落 测试老师头顶闪着光 出现在众人面前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外公测试老师 在下名为 无发香克斯 叫我无发就好 先护直呼好酷的发型 香克斯开始给众人介绍资质测试 所谓资质测试 就是测试你们自身的体魄 是否强健 而我自行开创了一种测试方式 可以全面地考验 考生身体抗性水平 所以接下来的测试是挨揍 我不光有黄铜般的肤色 还有黄铜般的强硬体魄 能承受住我一击的人 就可以合格 诸位考生 一位接一位的上场 在不知道递多少位不合格后 香克斯看着倒下的考生 一个能挨打的都没有 直到追白镜上场 香克斯看着他 文文弱弱 却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他一拳打出 却感觉自己 打在了一座铁钟上 这考生什么来头 香克斯脸上冒出冷汗 追白镜低头问 老师你没事吧 香克斯收回红肿的手 我怎么可能会有事呢 下一秒便倒在了地上 追白镜成了 第一个合格的考生 下一位便是仙护 香克斯一手裹着厚厚的纱布 瞪着他 仙护看着香克斯手上的伤 没想到打完追凶的老师 伤得这么重 也难怪 追凶的体魄 已经硬到变态级别了 不过最重要的是 老师既然受伤了 那么他打我 一定不会很疼 这样我就可以轻松通过了 仙护暗自兴奋 香克斯却让师妹 来替他完成测试 仙护惊恐地看向前方 一个蘑菇头身材魁梧的女子 举着拳头看着他 小哥请多指教 无数个拳头从四面八方打来 对方使出密集玫瑰花的葬礼 仙护被狠狠击飞 对方不屑 看来是不合格了 下一位 仙护却抬起手 支撑着自己站起身 我还没有倒下 能被香克斯 没轻没重的师妹击倒 却还能站起来 仙护也通过了测试 看着仙护颤颤巍巍的样子 追白静问他 是不是受了很重的伤 仙护哈哈大笑 梦想还没有实现 我是不会轻易倒下的 下一秒 仙护便摔倒在了地上 香克斯通知合格的考生 前往五考大厅 那里灯光幽暗 仙护线下 已经对后面的考试 失去了期待 考场门口 站着两个身材魁梧的人 本次五考 每八人为一组进行考试 追白静和仙护二人 云木乃怡 哈二奇 陆克蜜 雷 格雷 小灰几人为一组 灯光突然大亮 中间的擂台周围燃起火光 追兄 这五考到底是怎样的 我现在好紧张 仙护有些不安 追白静的脸色 也没好看到那去 我也是头一次听见 还是听听考官怎么说吧 考官身披黑色牛角 连帽斗篷 戴着白色鬼怪面具 出现在众人面前 就由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本次五考的规则吧 本次五考 以一种游戏的形式 作为考试的内容 该游戏名为 地狱罗盘大逃亡 这是一个 关于丢沙包的恐怖游戏 我们是击沙者 而考生是罗圈中的羔羊 首先八名考生 脚并脚一字 排列在跑道上 由最后末尾 一名考生 将沙包丢给 正对面防线的 击沙者手中时 游戏开始 考生们必须按照 罗盘跑道跑 出圈则为淘汰 跑道暂闭点的人 是无敌状态 沙包击中无效 击沙者拿沙包丢向考生 考生被击中则淘汰 若考生接住沙包 则可以向远处 以此争取时间 起点也是终点 考生再没有被 沙包击中的前提下 从七点跑到暂闭点 然后返回起点算通过 准备好了吗 小羊们 先护五头背好 准备个鬼啊 规则这么多 怎么可能记得住 下一秒 游戏开始